第631章,真正的后手。 梁诗诚一直在念叨着,希望能够看到苏木施展压箱底的绝技,可当他真正见识了苏木的压箱底,却又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突火枪在大雁已经不是新鲜的发明,早些年就已经出现在军方的视野之中,并有人成功研制出了突火枪。 但原始的突火枪需要火绳来引爆,填充火药又极其耗时和麻烦,火药不仅容易受潮失效,更容易引发安全事故,火绳激发的突火枪有着并不规律的延时性,有时候会提前引爆,有时候又会延后,而且精准度也很差,甚至经常出现炸糖物伤的事故。 正是因为这种种的劣势,以至于突火枪在大雁军方根本得不到足够的重视,更别提推广使用了。 梁诗成是有着大权势的人,是官家的心腹亲信,能够接触到这些军方的机密,但他如何都想不到,苏木竟然能够将突火枪改造成如此凶猛的短冲,而且还不需要火绳来引爆,而是通过火石来瞬间激发。 当袁太倒地,敌人尽若寒蝉的那一刻,他与侍卫斯幸存的部将和进卫们一般,多想象天空狂吼,来发泄自己内心之中的激动与震撼。 然而他们还未来得及欢呼,中枪的袁太已经缓缓站了起来。 他的半边脸被轰得血肉模糊,又被烈焰熏得焦黑,半边身子的衣服都已经破烂,却露出了衣服底下的软甲。 吃一欠掌一掷,在你眼里,我袁太就是这等部长记性的蠢物吗? 是的,那些老军管高手能够想到的,袁太也会想到,那些高手们忽略的,袁太也能够记得。 他并没有想过会在这里遇到苏木,但保护着北汉皇族逃亡的这大半生理,谨小慎微已经成为了他存活下来的本能。 自打见识了火冲的威力之后,他就默默给自己加了一件软甲,特别是带领老军管的人渗透到南朝搅风搅雨之后,他更是连睡觉都没有卸甲,因为他知道,迟早有一天会遇到苏木,或者说苏木不会做事引踪在南朝发展,最终一定会找他袁太的麻烦。 只是他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的早,而且还让他得到了能够击杀苏木的绝佳机会。 虽然伤口看起来争鸣可怖,但都是些皮外伤,对于袁太这种恋外加功夫的老将而言,并不算得什么,倒是强大的冲击波,伤到了他的肺腑脏气。 他缓缓站起来,仿佛嘲讽一般撕裂衣服,露出那件银丝软甲,而后抓起双茧,朝苏木走了过来。 人都说你从来都是谋而后动,看来你也并非世事洞察,能够杀死你,是我袁太的福分。 他确实无比地想杀苏木,但并不代表他不尊敬苏木,事实上他很敬佩苏木,从苏木孤身闯入老军馆,他就发自内心地产生了敬意。 他不是满嘴喷唾,等待敌人回复过来的蠢物,但对苏木的敬意,值得让他对苏木说出这最后一句话,这是苏木应得的,更是他曾经身为北汉侍卫长的风度,对待自己尊敬的人,应该给予最大的礼遇。 砸碎苏木的脑袋,让他没有痛苦,干脆利索地死去,就是他对苏木最大的敬意。 然而苏木却笑了,他的笑永远那么的轻微,没有丝毫的豪迈不羁,也没有狂放自大,只是这么笑着,让人很不舒服,也让人很是不安。 你觉得我这一枪只是为了射杀你?苏木此话一出,袁太顿时脸色大变,他的内心充满了狂躁,陡然加速, 就要冲到苏木的跟前来。可就在此时,他紧厚的寒毛却竖起一大片,双茧还未砸落,整个人就往侧面滑退三分,这才刚刚躲开,一杆骑枪便从天而降,插入到他刚刚站立的地方。 这杆铁头的骑枪势大力尘,精准无比,若非原太天性警觉,必定要被骑枪钉死在地上。 那星红的旗帜迎风烈烈,上头是个香黑边的张字,张万仙的张。 赶翅君?是赶翅君。 直到此刻,无论是老军馆的高手还是暴民们,都想起自己最初的目标并非苏木,而是窃具了福寿县和同观领的赶翅君。 直到此刻,原太才想起苏木刚才那句话的真正意义,才听懂苏木没有说出口的那后半句。 苏木这一枪确实不是为了射杀他原太,而是为了围杀他们所有人。 这一枪不是攻击,而是让赶翅君发动攻击的信号。 不可能的。 原太是如何都不肯相信,他与老军馆的高手只是为了捉拿赶翅君的张万仙。 他们一直隐藏在暴民和叛军之中,苏木绝不可能知晓他们的存在,甚至于他们也是到了此处,才发现苏木的存在。 苏木是他们的意外之喜,而他们何尝不是苏木的意外之喜? 苏木本想借助赶翅君,将这些叛军和侍卫司之间的胜者收拾干净。 原太和老军馆高手的出现,自然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 这枪声确实是他与张万仙之间的约定,在暴民和叛军在城中混战之时,张万仙已经如约带领着赶翅君暗中包围了小小的县城。 但他如何都不明白,苏木为何迟迟没有发出攻击的信号,直到老军馆高手纷纷露头。 张万仙才知道,苏木与袁太一般,同样是在等待。 他带领着赶翅君的精锐,就折服在县城的周边,只要苏木一声枪响,他们就能够四面八方涌出来,将这些人一网打尽。 但老军馆高手的现身,却让他没有了十足的把握,直到苏木用满身的伤痕,用命悬一线,也苦苦地坚持,换来老军馆诸多高手的损伤和陨落,他才有了信心,也更加明白师父乔道卿为何如此器重这位小师兄。 他张万仙也算是一方豪杰,自有着一股超人的傲气和风骨,他可以崇拜乔道卿,对乔道卿言听计从,但想要将他辛苦拉扯起来的赶翅君交给苏木,若说他心里没有一点怨气都没有,那也未免太假。 可当他看到苏木死死抗争,不惜将自己推到生死一线的绝境,就是为了给他的赶翅君制造最佳的出击时刻,为了给赶翅君增加围杀的成功率,他终于对苏木心服口服。 作为男人,敢对别人耍狠的,只是内心怯懦,外强中干的懦夫,敢对自己耍狠,不断逼迫自己,不断给自己施压,让自己时刻保持着前进动力的,才是真正让人佩服的真汉子。 他们拥有士卫斯最优良的战马,这是他们能够迅速从外围赶过来,趁着县城内一片混战之时,快速包围战场的有力保证。 非但如此,他们在夜袭侍卫斯,抢夺战马,火烧营杖之时,还得到了苏木的暗中指点,将侍卫斯的一些重器都一并掠走,其中就包括大燕君最强的弓,神臂弓。 正是因为有了这批神臂弓,他们才有绝对的信心,将元太的这批人彻底留下来,才有信心将这些暴民和叛军彻底镇压。 神臂弓的张力极大,非吕丽,惊人的神射手不能拉开,但张万仙麾下弟兄可都是精挑细选百里无一的武林高手,实力与老军管的人相差并不大。 得了神臂弓,又包围了整个战场,如果还让敌人逆转局势,那他们也就不配让元太亲自前来围剿了。 看着从天而降,或者从地底冒出来一般的赶翅君,元太等人彻底惊呆了。 他如何都想不出原因,为何苏慕,这样的平叛军统治,竟然会跟声明已经被他们污化的赶翅君有联系,但从赶翅君手里头的神臂弓,他便已经笃定,这些赶翅君,确实是苏慕的人手。 想不出原因,并不代表接受不了现实。元太在初时的惊骇过后,便果敢地做出了最明智的决断,撤退。 他不得不撤,在数百张神臂弓的瞄准之下,他能够活着逃离,就已经不错了。 还谈什么杀苏慕?他本以为苏慕这一次失算了,但阴差阳错,到了最后,他还是落入了苏慕的算计之中。 这场偶遇,充满了惊喜和震撼,又以无尽的挫败和无力,悲愤收场,仿佛连老天都在帮助苏慕一样。 但细细一想,老天爷真的偏爱苏慕吗? 不,那时,他用过人的胆识,选择相信乔道清,相信张万仙,用不惜让侍卫斯遭遇夜袭,用深入扶寿县的陷阱,用面对老军馆高手和元太之时的拼死厮杀,用满身伤痕和命悬一线换来的。 自打进入这个时空以来,他就没有享受过主角光环的照耀,他就是一个小人物,如你如我,都只不过是一介寻常普通的人物。 他比普通人更优秀,是因为他更勤奋更卖命,用别人睡觉的时间来思考,来练功,来处理浩凡如烟海的各种情报数据。 他懂得放手让底下的人尽情发展,给予每个人崛起的机会,他能够拥有今时今日的力量,绝非靠着上天的眷顾。 当敢斥君的人出现之时,梁诗成彻底惊骇了,他本以为火冲就是苏木最后的压箱底,却没有想到,苏木的最后压箱底,竟然是张万仙的敢斥君,那可是叛君,或真价实的叛君。 他早就听说过苏木与大光明教的恩怨纠葛,这也是官家猜忌苏木的原因之一,而现在,苏木虽然救了他的命,但也让他梁诗成看到了苏木不该去做的事情。 他终于明白,为何张万仙敢夜袭侍卫斯的先锋军,虽然明知道苏木的本意是想借助敢斥君来消灭侍卫斯的害虫,但他却没想到,敢斥君与苏木之间的纠葛竟然会这么的深,甚至于他都看得出来,这些敢斥君,已经是苏木的人了。 在苏木无数次将他从鬼门关不断拉回来之时,他曾经暗暗下定决心,虽然不会再打压苏木,但也不能放松警惕,一定要将他引导到正途之上,确保苏木对官家忠心耿耿,这是他报恩的最好方式,能够报官家的恩,也能报苏木的恩。 他不介意冒着生命危险,在官家和苏木之间充当缓冲和桥梁,但现在,敢斥君的出现,却让梁诗诚心里堵得慌,他不明白苏木为何一定要跟这些暴乱的贱民扯上关系,难道官家的圣龙恩宠就这般不值钱吗? 可他却没有看到苏木为赵洁,为整个大宴所做的一切贡献,忘记了苏木一手造就的大好局面,忽视了苏木对大宴百姓和朝廷的恩惠,更忘记了官家赵洁对苏木的各种猜忌和欺骗,从头到尾,他都没有将苏木当成心腹,更别说同伴,他只是想将苏木当成可以随时吐死狗烹的棋子。 敢斥君的马君已经从街道的另一头冲锋而来,四面八方的神臂宫已经开始崩崩崩地击射凋零箭,周围的世界仿佛被哀嚎和哭喊所淹没,但梁诗诚却全然听不见。 他只是在想,想要跟苏木做朋友,真的这么难吗? 第632章 青囊 人常言,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后腹中空。 真正有本事的人,大部分都有着低调的性子,因为他们认为仍旧没有自傲的资本,并不会满足于现状,也正是这种不满足,使得他们不会止步不前,使得他们更加的成功。 而稍微有些成就,就止高气扬的人,往往无法笑到最后。 在河北和京东地域的这些叛军之中,赶翅君很显然是后者。 他们并不想造下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他们只是一群渴望在乱世之中安身立命的小民。 所以他们才折服在小村落里头,他们可以任由这些叛军抹黑自己,但绝不会看着他们借着赶翅君的名头去抢,去骗。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赶翅君对待敌人的信条。 相对于只有区区上千人的赶翅君,那些动不动就号称数十万大军的叛贼,其实就是前者。 且不说这样的数字充满了水分,单说这些叛军的素质和作战能力,就让人很失怀疑。 当赶翅君的人马包围了福寿县之后,那些暴民先被苏木的汉不畏死镇住,而后又见识了苏木的火冲,早已被吓傻了一大片。 当赶翅君出现之后,他们便彻底崩溃了。 他们下意识地往四处逃散,也有人干脆匍匐在地,有人躲入民居之中,彻底放弃了抵抗。 有一些想要奋起反击,却被神毕宫射杀当场。 真正渴望逃离战局的,其实还是元太会下这些老军馆的高手们。 他们都是河北乱军的幕后操控者,是尹宗在南朝部下的暗棋。 如果让苏木在这里一网打尽,尹宗必将元气大伤。 元太不是不识实物之人,苏木已经没有余力追杀他,只要他能够带着弟兄们冲破赶翅君的封锁线,自然能够化险为夷。 虽然他们损失惨重,但作为尹宗的精英,作为老军馆的高手,他们也是见惯了大风大浪,并没有被赶翅君的威势所下退。 在元太的带领下,他们开始尝试寻找赶翅君的薄弱点,以求突破重围。 然而,赶翅君显然有备而来,他们将装备了神毕宫的神射手都安插在了十字阶头尾的要冲之地,死死扼住这些人的去路。 元太带着剩余的数十弟兄左右冲突,浴血而战,却终究抵挡不住神毕宫的颇天威力。 而赶翅君的人骑着侍卫司的一等粮居,从十字阶的阶尾冲锋而来,那铁蹄践踏大地的威势,早已将这些没见过大战场的暴民叛军彻底镇住。 元太心头一横,发下了命令,诸多老军管高手竟然驱赶这些暴民充当肉盾,进行强行突围。 小小的福寿县城喊杀震天,鲜血浸透古朴的青石板老街,周遭低矮的民居几乎被彻底撞烂,就好像破烂狭小的羊圈之中围了数百头发狂的犀牛一般。 元太绝对是个逃跑专家,毕竟带着北汉皇族的后裔逃亡了数十年,这种绝处逢生的场景,他已经见识了不少。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将暴民和叛军驱赶到前头去,正是他最惯用的壮士断腕壁虎气尾的伎俩。 这些个暴民早就被吓破了胆子,许多已经战战兢兢浑浑噩噩,只顾着趴在地上发抖求饶,而一部分还在拼命想着求出路,也有一些凶狠的想要反抗,却会第一时间引来神毕宫的特别关照。 元太从未想过趁乱逃脱会如此的艰难,在他看来数千暴民加上敢斥君,已经足以造成乱舟一般的局面,这种局面最适合浑水摸鱼。 可他如何都想不到这些暴民彻底被震慑,竟然连四处鸟兽散的勇气都没有,这样一来局势也就乱不起来了。 只是他并没有心思去考虑,敢斥君对于这些暴民而言,同样是叛军,只要是叛军,就需要大量的人手,所以敢斥君只会像其他叛军一般,战后招募他们,而不是在战场上斩杀他们,这样他们自然也就不会冒死逃跑。 岂不见那些逃跑的都当场被射死了吗?基于这样的心理,局面很快就被镇压了下来,而元太和老军馆的诸多高手强行驱赶一部分暴民,终于杀出了崇尾,却又被敢斥君的马军追击掩杀了一番,逃到郡州城附近之时,才缓过气来,收拢了弟兄才发现,竟然只剩下三十多人。 天杀的苏木 一个临间水塘边上,刚刚缓过气来的元太见得弟兄们都带着伤势,速来沉稳的他都暴跳如雷,举起锦剩下的那根铜茧,将水塘边上一块无名石碑积了个粉碎。 简单地整顿了一番,元太才压抑了怒气,也不敢多留,带着弟兄们就投郡州去了。 张迪和高托山杨天王等人的叛军一直在攻打县镇,张迪的本部人马已经围困了郡州多日,想必如今该是拿下郡州了,只要到了郡州,他们也就能够安心休养一番了。 剩余的高手们纵使都是刀头填血的亡命图,但一路奔波逃亡,也是够呛,一言不发就跟着元太往郡州这边来。 然而还未到郡州,他们就看到了老军馆弟兄留下来的标记,疑惑之下,元太等人便顺着标记找到了一处农庄,竟然发现老军馆的弟兄们连同数百叛军,早已将农庄给占领了下来。 而更让元太吃惊的是,叛军首领张迪,竟然也在农庄之中?怎么回事?你不是在围攻郡州吗? 见得农庄里头那些垂头丧气的叛军,元太已经感觉到事情不妙。而一直高高在上的叛军首领张迪,只是轻叹了一声,并没有说话,倒是他身边的黑衣中年人却发话了。 大供奉,俺们的义军眼看着就要攻下郡州,却没想到,朝廷的走狗还是从后头杀了过来。 一千多人,皆是精锐马军,杀了个措手不及,我义军当场就乱了,这狗头军师模样的,也是老军馆的老人了,虽然武功不高,但却能够成为老军馆的参谋人物,足见其头脑。 江湖是个用拳头讲道理的地方,一个拳头不够硬的人,竟然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头混得风生水起,而且还让老军馆的高手心服口服,这就足以说明很多问题。 而元太之所以敢将这个军师放在张迪的身边,也足见此人的本事。 当然了,这也只是其中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这位军师名换沈青囊,乃是尹宗大长老黑白子的半个弟子,年少时一直伺候黑白子,替黑白子卑贱和其和。 一直到沈青囊十六岁那年,黑白子却将他丢到了江湖里头,并与之许诺,只要沈青囊能够拉起一个上千人的山头,就正是收沈青囊为徒。 三年过去了,沈青囊并没有拉起山头,甚至连一个人都没有笼络到,他只是花了三年,走遍了大雁的每个角落。 当他回到黑白子身边之时,只带回来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后来的尹宗宗主使可汗。 黑白子最终还是履行了诺言,将沈青囊收为徒弟,并真的青囊相授。 按说沈青囊得到黑白子的重视和传授,在尹宗该是前途一片大好,但他却做了一件事,让黑白子决定将他逐出门墙。 他竟然设计刺杀史可汗。 谁都没有想到,将史可汗带给尹宗,让尹宗飞速崛起的沈青囊,竟然会是刺杀史可汗的幕后黑手。 虽然很多人都能够想到,沈青囊的意图和动机,也深知史可汗个性乖章,甚至有时候丧失人性,极其容易成为脱缰的野马。 但谁都没有沈青囊这般的决断,不惜打碎尹宗积攒起来的家底,也要杀掉史可汗。 黑白子对此事保持了很久的沉默,但最终还是迫于压力,将沈青囊逐出了门墙。 而史可汗却觉着沈青囊是个人物,不计前嫌,让他到老军馆来辅助袁太和马娘寺。 马娘寺一介女流能够快速地掌控老军馆,除了袁太的默许之外,更多的便是仰仗了沈青囊的能力。 以至于很多人感到非常的迷惑不解,即便史可汗不计前嫌,但沈青囊绝非轻易妥协之人,为何他会诚心辅佐史可汗的女人? 甚至有人暗中猜测,沈青囊与马娘寺之间,说不得有见不得光的卧磋干系。 只可惜,随着马娘寺被杀,这件事也就成了无头的迷案,终究还是深埋时光的尘埃之中,再难追索原本的真相。 无论如何,沈青囊绝对是个不可小觑的人物,莫看其貌不扬,连袁太都很尊重他的意见,今次围攻郡州,便是全权交给了沈青囊。 便是将张迪高托山杨天王等叛军力量整合起来,也都是沈青囊四处游说劝服的结果。 也正是沈青囊提出了同官岭对郡州局势的重要性,才让袁太领人前去讨伐,务必要将张万仙的赶翅军彻底拿下,遏住同官岭要塞,以免张迪的人马被人从后面捅刀子。 谁能想到,袁太的人在半路遭遇到官府力量的阻拦,只能派了先锋去打探消息,却被张万仙的人彻底斩杀,等到袁太等人赶到福寿县,便是如今这样的局面。 只是袁太仍旧无法相信,苏木的侍卫司只有几百人,都已经葬身在福寿县城一战之中,所剩的也只有梁诗成和那名部将,以及十几个亲卫。 那么,给张迪背后捅刀子的又是谁?他们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面对袁太的疑问,沈青囊也没有隐瞒的必要,早在叛乱之处,他就对朝廷方面做过详细的调查,以隐踪的势力,想要知道今次评判军的情报,其实并不难。 是朝廷军的副总管刘光世,刘延庆的儿子。 刘光世? 袁太作为老军管的大供奉,当初北地战场上的情报,大部分都是老军管来提供。 他自然记得刘光世、岳飞等人,只是他如何都没想到,刘光世竟然有胆子这么做。 孤军深入,冒险激进,这该是岳飞、韩世忠等人所干的事情,什么时候他刘光世也有这般的胆色了? 于是他又想起了导致他们失败的那个罪魁祸首,苏木。 他本以为火冲是苏木压箱底的后手,谁知晓赶翅君才是苏木真正的后手。 他本以为赶翅君已经是苏木真正的后手,谁知道刘光世才是苏木真正的后手。 而且让他们翻译的还有一个问题,沈青囊曾经派了一支上百人的赤后小队,提前给袁太发了警报,但袁太并没有见到这支小队。 难道被赶翅君的人截杀了? 袁太也只能想到这个结果了。 第633章 太尉的赐凤 赶翅君与民秋毫无犯,这条铁律可不是说说而已,即便他们俘虏了二千余的暴民,仍旧没有大肆骚扰福寿县的百姓,毕竟福寿县是他们的根基。 经历了惨烈大战之后,福寿县的老百姓也是胡江丹时,犒赏赶翅君的弟兄们,而那些暴民则被驱使为苦役,肩负起了重建福寿县的任务。 苏木的伤看起来很重,事实上也确实很重,最主要是脱力太严重,这三天来一直在昏睡。 监中刘光氏的人已经将解围郡州的消息传了回来,梁诗成却没有将苏木受伤的消息散布出去。 他是当今太尉,是官家最为亲信之人,他是官家派来制约苏木的,可他带着数百侍卫司精锐入城,如今就只剩下一个部将和十几名亲兵,放眼望去,却是满城的叛军,这算个什么事? 虽然张狄的叛军已经被剿灭,但他却仍旧身处叛军的包围之中,哪怕苏木已经昏迷不醒,他仍旧选择住在苏木的隔壁,仿佛只有待在苏木的身边,才是安全的,即便苏木已经是昏迷的状态。 他一直记不住这名侍卫司部将的名字,在他看来,这些都是无足轻重之人。 可经此一议,他知道这名活到最后的部将名叫李燕钊,连那十几名亲兵的名字,他也都深深记了下来,或许这就是生死之交了吧。 虽然李燕钊等人同样受了伤,虽然张万仙表示了善意,敢赤军也秋毫无犯,但李燕钊等人还是寸步不离地带商守护在苏木的房间之外。 梁诗成很理解,因为他亲眼见到苏木在乱战之中,是如何保护着这些底子清白的侍卫司禁卫,连他这个自诩苏木敌人的太尉,对苏木都再也怨恨不起来,又何况李燕钊等禁卫。 更让他有些感慨的是,在苏木苦战死战之时,他便一直在猜测和期盼着苏木的压箱底。 他也曾经以为苏木那头骇人的凶兽,便是苏木最后的底牌。 可直到张万仙的人打扫战场之时,他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他曾经以为那头凶兽便只是没脑子的畜生,虽然期盼他来拯救苏木,但他最终都没来。 然而直到后来他才知道,这头凶兽之所以没有出现,是生怕入了城会惊吓张万仙的马军。 如果他出现,张万仙的马军就会受到惊扰,而无法对元太的队伍发动冲锋。 而赶赤军的人在外围清扫战场之时,才发现这头凶兽折服在了城北二里处的小树林里。 当他们发现这头猛兽之时,还发现了近乎一百条叛军赤后的尸体。 若果沈青囊和元太知晓这件事,怕是要气得吐血,难怪他们的赤后小队无法到达,竟然是让白月给截杀了。 张万仙的人发现这头猛兽之后,也是心头大害,一个两个都不敢靠近,毕竟一头大半人高的庞大巨兽,蹲守在大片湿山血海之中,这等恐怖的场景,他们没有当场吓跑,就不错了。 直到张万仙拿着苏木的血衣,小心地靠近这头凶兽,他才寻着气味,狂奔入城,守在了苏木的身边。 连畜生都如此通人性,如此爱护苏木,他梁诗诚不知被苏木救了数十上百回,难道还要连畜生都不如? 这也让梁诗诚感到非常的为难,他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受人如此大恩,而且还是他需要去打压和制约的人。 无论怎么说,张万仙都是叛军,在没有明确接受朝廷赵安的情况下,梁诗诚都不敢信任他们,也不能跟他们产生任何瓜葛。 当然了,就是论事,感赤军其实已经算是被苏木招安了,可这样的招安没有朝廷的介入,完全是苏木的个人行为,这才是官家一直警惕着苏木的主要原因。 而他梁诗诚跟着苏木来,正是要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他绝不能再看到苏木以朝廷的名义,发展个人势力,如同张万仙的感赤军这般,他们可以接受朝廷的招安, 却不能对苏木产生个人崇拜,这也是梁诗诚需要警惕和避免的事情。 然而,他一直跟着苏木,参与了苏木所有的事情,甚至包括青角侍卫斯害虫这样的绝密事件, 但苏木仍旧还是让人防不胜防,不声不响就将张万仙的感赤军给拿下了。 在梁诗诚看来,这绝对是一件让人无法想象的事情。 因为他几乎寸步不离苏木,难不成苏木还能原神出窍,神又万里,在他梁诗诚的眼皮底下,将张万仙给招募了? 或者说,苏木在班师回朝的途中,其实就已经提前与这些人勾搭上了。 如果是后者,那么他梁诗诚就应该更加警惕才对了。 可现在的他却如何都警惕不起来,反倒担心起苏木的伤势,不惜让张万仙派出人手,便寻疗伤胜手,并亲自监督苏木的饮食,生怕有人给苏木下毒。 张万仙对朝廷的狗官没有任何好感,更不会对这些该死的烟换产生敬意。 可就因为梁诗诚亲自照料苏木,他竟然称呼梁诗诚为梁大人,这非但没有让梁诗诚感到荣幸和惊奇,反而让他更加的纠结矛盾,苏木漠不成真的有蛊惑人心的本能吗? 为何所有人对他都如此的忠诚? 这一切对于梁诗诚而言,是个谜,也不是个谜。 之所以不是谜,因为他亲眼见识,亲身经历过,苏木是如何拯救他,是如何拯救李燕昭等人,是如何奋不顾身地保护他们,是如何让李燕昭从一个要给苏木下马威,到身上还流着血,仍旧要死守在苏木房间之外。 而说是个谜,则是因为他实在搞不懂,苏木这么拼命,到底为了什么? 梁诗诚永远不会懂,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样真诚地对待过陌生人,直到他打算亲自料理苏木的饮食和伤势,他才渐渐明白了一些,但仍旧有些搞不懂。 昏迷了三日之后,苏木也终于醒了过来,而当他醒来之后,张万仙的感翅君已经化整为灵,再次隐藏起来, 融入到了福寿县城方圆之地,化身为形形色色的平民,就如同他们当初蛰伏在村落里头一样。 这也是梁诗诚的意思,在苏木没有醒来之前,张万仙也不敢与新兴踪的平叛大军面对面接触,便只有接受了梁诗诚的权益之计。 梁诗诚也曾经提过,他可以代替苏木全权做主,招安张万仙的感翅君,并用人格保证他们会得到朝廷的正式承认。 但可惜的是,张万仙可以看在苏木的面子上给他梁诗诚一些敬意,但并不会在大势上信任梁诗诚的人格。 于是,梁诗诚只能愤愤不满地看着一千多的感翅君,就这么春风话语一般消失在县城之中。 这种感觉很是奇妙,也让人很是不安。 因为感翅君就这么消失了,但你却又能够真切感受到他们的存在。 当你看着县城里头的人,总觉着他们的目光有异于常人,粗看之下,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贱民,可他们的某一个眼神又让你担心,他们突然杀向自己。 他们不在了,却又无处不在,每个人都是人畜无害的平民,却又仿佛下一刻每个人都能瞬间变回感翅君一般,但你却永远无法用目光来判断,哪个是平民,哪一个是感翅君。 刘光氏解围郡州的捷豹,让随后赶来的平叛大军感到万分振奋,军心士气顿时被激励起来。 而对于苏木的侍卫司几乎全军覆没,他们感到难过之余,也生涌出了无尽的佩服。 在他们看来,正是因为苏木这一支人马拦截了数千叛军,才给刘光氏的三路援军制造了机会,让他们得以绕过福寿县,从后方突袭张迪的叛军,成功解为郡州。 在他们看来,是苏木用全军覆没和几尽战死,换取了刘光氏取胜的机会。 但是卫司剩余的九千余人马,其中很多人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那些个隐踪的密探和险踪的叛徒,一个个胆战心惊,若被抽调出来的是他们,那么全军覆没的名单之中,就有他们一个。 这样的震慑力是极其强大的,但排除这些密探和害虫,其余禁卫对苏木则是彻底的心服口服。 他们曾经对苏木这个都于侯不屑一顾,可当他们看到带头给苏木下马威,要苏木难看的李燕昭,此时身上还穿着血衣,却一直不眠不休地守在苏木的房间外头。 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让他们对苏木改观了。 欣兴宗是了解苏木为人的,也是亲眼见识过苏木这种个人魅力的,在北地战场之时,他就已经被苏木不止一次震撼过,这一次也就没有太多的意外了。 三天的时间,苏木终于缓了过来,得知了梁诗成对赶翅君的处置之后,心里也是稍安。 毕竟梁诗成还没有以愿报得,这也让他感到很欣慰。 当他听说了梁诗成这样的老人,权倾朝野的太尉大人,竟然亲自照料他,苏木自己也感到很是意外。 但他知道梁诗成是个爱面子的人,对这件事也是闭口不谈,倒是对李燕昭等人刮目相看了。 虽是如此,但他和梁诗成都主动选择忽视掉一个问题。 虽然梁诗成堪称未及人臣,但他还是需要伺候别人的,毕竟他终究是个宦官。 而这世间,唯一能够让他亲自伺候照料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当今的官家赵捷,而现在则变成了两个。 对于这一点,苏木不说,梁诗成也不认,毕竟两个都是聪明人,很多事情还是当没发生过比较好,但事实上又不可能真的没发生过,这也正是梁诗成苦恼矛盾的地方。 梁诗成是个残缺之人,对谈情说爱也没什么兴趣,若非他一大把年纪了,还真觉着对苏木的这种纠结心绪,真叹娘的像在谈恋爱。 世卫斯最紧要的密探和骇虫都被清洗,张迪的叛军被剿灭,元泰的老军馆损失惨重,流光市的先锋军大展神威,首战告捷,平叛军乐住同关领要塞。 一切似乎都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可谓振奋人心,使得平叛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和大好的前景。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流光市方面再度发来了急报。 第634章,一老一少,扛起一座城。 大明府控厄南北要塞,又是大雁陪都,无论地理还是政治上的地位和价值都异常重要。 这座明都曾经出现过无数智士之能臣,从唐使开始便延续至今,狄仁杰,罗洪信,寇准,王亲若,吕仪简,韩琪,欧阳修,这些在史书上意义生辉璀璨耀眼的名字。 这些人都曾经在大明府供职,也为这座名城增光天才。 得知李刚要来,王府并没有太多的精淡,虽然朝堂上许多人都以为他要落马,但王府对自己还是有着足够的自信。 他在朝堂上经营了这么多年,又深知梁诗成绝对不会袖手旁观,所以他自认为自己绝不可能就此没落。 所以他没有亲自出去迎接李刚,与同贯等人的凯旋大军不同,李刚虽然有着骨耿名声,但还当不起他王府亲自去迎。 而苏瑜自踏入官场以来,就不善于钻营苟且,竟然也没有亲自迎接李刚的意思,只是派了刘志,带着大明府和转运史司的代表,出城迎接李刚的队伍。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李刚并没有太大的排场,诸多随从道士来了,却告知刘志等人,李刚早早就脱离了队伍,到大明府周边微服私访去了。 刘志等人,自然是钦佩不已,而得知了消息的王府,却是嗤之以鼻,自觉李刚醒悟太迟,此时才懂得官场作秀之道,可惜太过明显,拙劣不堪,根本没有一点技术可言,对李刚越发看不起。 苏瑜一直在大明府周边周线游走,主持救灾事宜,可谓走入基层,深入民间,深得人心。 大明府下辖一周十县,分别是开州,大明县,原城县,南乐县,清风县,东明县,华县,以及卫县等等。 苏瑜到任之后,几乎用双脚丈量过大明府每一寸土地,虽然在官府的高层,他受到王府集团的打压,但在民间和官场底层,却建立了极其坚固的声望和基础,甚至于很多人都以父母官来赞颂他的功德了。 在这一点上,他跟苏木有着如出一辙的倔强,这种拼命的工作态度,也使得他无论在杭州还是江明氏博斯,都不声不响,积攒了大批的支持者。 除了赵文培和刘志等起于微末的死党之外,还有范文阳等一干朝中古耿正直的文臣,极其看好苏瑜,隐约将苏瑜当成了接班人来培养。 而苏瑜在河北震灾的表现,也使得这些人心服口服,甚至于一些平素里,常常以资质浅薄来攻劫苏瑜的人,今次也都忠心地为苏瑜说好话。 李刚也是个臭石头一般的政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否则他也不会掺货这档子使,弄不好可是要惹一身骚的。 可一旦决定参与,他就很快投入了角色,复任的仪仗才进入大明府境内,他就已经带着亲随,脱离了队伍,深入到灾区,进行实地调研。 因为他坚信,只有体察民情,才能够做出最正确的决策,而正确决策的标准,就是与民与会,及百姓之需,这才是正确的决策。 这段时间,他也是见识了灾区的混乱不堪,除了饥荒之外,最大的困难就是贼患,而镇纪的最主要阻碍,也是贼患。 虽然北伐使得国内财政吃紧,但有鉴于河北灾荒已经刻不容缓,朝廷还是勒紧裤腰带,拨付了大批的镇纪粮。 不过这些镇纪粮只能从江南湖广等地调拨,虽然借助曹运十分便利,但终究还是原水解不了尽可,最后还是苏瑜提出了利用士博司的渠道,将将西安徽等地的粮食,通过海运,既能够省时省力,又安全无忧。 粮食的运输问题确实得到了解决,但这些镇纪粮投入灾区之后,确实连水花都扑腾不出一星半点。 除了官员的层层盘剥扣留,以及地方官府的摊没之外,更大的阻碍便是四起的盗贼乱军。 这些暴民和叛军几乎把持着刘明朝的地下世界,只要有镇纪粮到手,他们必定会第一时间从刘明的口中给抠出来。 如今,贼唤越发是大,他们甚至不放过任何一个抢劫粮道和运粮队伍的机会,想要镇灾,先要评判扫扣,已经成为了镇灾官员的共识。 对于平叛,朝廷已经给出了具体的方案,大军也已经抵达大明府境内,这些都是苏木可以关心,却又无法左右的事情,有苏木坐镇,他也不需要太多的担心。 他的重心都放在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上,这么久的民间行走,也使得他见识了比杭州之时更加惨淡的场景,他越发感受到自己背负着的使命。 而且他还遭遇过数次的暴民冲撞,若非时有信的龙阳山高手以及黄承司的暗茶子保护着,苏宇也是脱不了身。 不过让他感到有些奇怪的是,这些个叛军在最近一段时间,却是诡异地安静了不少,也不知是否在筹谋着更大的计划。 他知道,今天暗说是李刚上任的日子,但他却仍旧在原城县主持救灾,一时半会儿也没办法回去。 朝廷对李刚的赋任也算是极其重视,谦李刚为从四品龙图阁代致,全知河北宣府攻势,主管赈灾和剿匪诸多事宜,可算是彻底放权给李刚,就等着他力挽狂澜了。 苏木虽然没有跟兄长提过李刚的事情,但在这等关键时刻的人员变动,来得又是与范文扬齐名的谷耿正臣,苏宇不用想也知道,这该是苏木给自己找的帮手了。 虽然明知道跟李刚通通气是极有必要的事情,但他确实脱不开身,他明知道自己在原城逗留太久,但却无法脱身,因为原城已经爆发疫病,如果不及时控制,一旦疫情蔓延开来,后果不堪设想。 原城县并不算小,在苏宇的支持下,地方官员也组织了人手,利用以攻待阵的方式,将城内的淤泥和人畜尸体等杂物全数清理干净。 照着苏宇先前下发的赈灾公文,这些动物的尸体和污水里面的食物,绝对不可减食和食用,必须焚烧或者深埋。 可饥饿难耐的鸡民哪里管得这许多,以至于疫病终究还是无可避免的发生了。 当苏宇火速赶到之时,疫病的情况已经极其严峻,苏宇也是采取了紧急的隔离措施,召集全县的医事,务必要控制住疫情。 而这几天他也是让人往周边线扩散消息,再度下发严防疫病的公文,将预防疫病的一些措施都发了下去。 与此同时,他还派人到开州去调拨一批石灰,用于消毒,可眼看着约定的日子到了,石灰却没有回来,好不容易听说石灰回来了,却卡在了城门进不来。 石灰的民间用图字不用说,连州里里头都记载了石灰的烧制方法,不过里头所载的是用牡利壳来烧制石灰,而自汉以后,民间已经懂得了用石灰盐来烧制石灰的方法。 而且从汉朝开始,石灰的民间应用也渐渐推广开来,但凡居家日用,军事战争,治病救灾,乃至于丧葬习俗和道士炼丹等等,都需要用到石灰。 苏瑜调拨石灰就是为了在原城县消灭异病的传播,将县城的卫生死角全都清理干净。 听说石灰被卡在城门处,苏瑜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因为他早就料到石灰会被卡,非但石灰,即便是镇绩梁都会被卡,只要是官府的车队都会被卡,甚至于连他出行都极其不便。 按说他在民间已经拥有了不错的声望,老百姓都将他视为真正难得的父母官,出行不说家道欢迎,也不至于举步维艰。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也是因为他最近的一个举措引起的。 疫情已经扩散,得了疫病的灾民已经有很多死亡的病例,为了防止疫病的扩散,苏瑜下了强令,对这些患病死去的灾民一律进行火灶。 这是他在杭州之时积攒下来的经验,因为土葬会污染水源,如果尸体被土狗等野兽刨出来,或者被洪水冲开,同样会污染水源,所以必须要尽快烧掉。 可古时之人,乃至于到了后世,都讲求入土为安,大汉子民又不是那些游牧民族或者离经叛道的蛮夷笛容,自然不能用火葬。 也正是因为这个举措,让老百姓对苏瑜产生了极大的怨气,人口密集之处,情绪的传染是极其迅猛的,这些灾民很快就联合起来抵制苏瑜。 而抵制苏瑜本人,对苏瑜的抗疫病诸多举措,自然也就一同抵制,连同正常的阵级工作,也受到了极大的阻碍。 所以,苏瑜才笃定石灰一定会被卡,可当他来到现场之时,仍旧吃了一惊。 因为堵在城门的百姓实在太多,他们甚至已经开始要对车队动手了。 苏瑜也不得不硬着头皮现身,他站在车上,用自己的身子保护这些石灰,并对老百姓进行喊话。 不得不说,他在民间的声望还是有的,这些百姓见得苏瑜出现,也就没再动手,却如何都不准苏瑜入城。 苏瑜知道,百姓都是守旧的,无法像他这般开明,如果他不是接受了弟弟苏木的影响,或许也会跟这些老百姓一样,对火葬产生心理抵触。 可在杭州之时,他是真切见过这种控制疫病的方法,取得了多么巨大的成效的。 这些百姓没有动手拆掉车子,已经是对他苏瑜最大的容忍了。 他们不敢对苏瑜动手,却不会对车队的那些官兵留情,这些官兵在民间的风平本就不佳,自由百姓借题发挥,冲击这些保护车队的官兵。 眼看着一直僵持着,苏瑜咬了咬牙,既然这些百姓不敢对自己动手,那么也只剩下一个法子了。 他默默地跳下车子,而后掀开防潮的麻锡和阁部,将极其沉重的草带,扛在了肩上。 是的,他要自己将石灰扛进城。 这是怎样一种场景? 老百姓彻底呆住了,他们如何都想不到,堂堂父母官,竟然自己背着草带,他可是读书人,他可是文官,他本可以高作名堂,动动笔杆子和嘴皮子就好了。 可他却深入民间,为赈灾奔走,整个大明府都流传着关于苏瑜的事迹和传说。 而现在,这个瘦弱斯文儒雅的苏瑜,堂堂河北东路复转运使,竟然亲自做起了建议。 官兵们沉默了,老百姓沉默了。 他们看着苏瑜,艰难地扛着那一草带的石灰,看着石灰撒满他那洗得发白的便服。 这些可是生石灰,汗水将生石灰发开,苏瑜的脖梗和脸庞很快就烧得通红一片。 苏瑜默默地走着,直到被一个人挡住了去路。 他的眉头紧皱,难道自己都坐到这个地步了,仍旧无法得到这些人的认同吗? 他抬起头来,看到一个须发花白的老者,满身风尘与泥泞,脚下的草鞋早已破烂,身上的衣服也是脏物不堪, 但却掩盖不住他眼中的睿智和尊威。 那老者看了苏瑜一会儿,便拄着自己的手杖,走到了苏瑜的身边,将草带分过去了一半。 谢谢! 苏瑜心头温暖,那一刻眼眶都差点湿润了,在他的印象之中,老人都应该比较古板守旧, 应该是最反对他的一批人,但又能够起到表率作用,能够得到这位齐老的认可和帮助, 他是真心感动。 两人走了几步,心情好转的苏瑜也是随口问道,敢问老丈明慧。 那老人带着几分敬意,朝他低声答道,老夫姓李,李刚,李伯纪。 沉默的人流分开一条道,一老一少,就这么背着生石灰走过,留下一串深深浅浅的脚印,仿佛史书竹简上的铁画银钩。 第635章,大明府的快马。 在来大明府之前,李刚就已经无数次听说过,苏瑜这个年轻人,无论是从最初杭州之乱史, 在长生关前,刻下鸿鸣长生碑,还是后来横空出世,入主世博司,甚至眼下的河北京东等地的灾荒。 人都说,盛名之下其实难复,又说盛名之下无虚事,李刚来到了大明府并微服私访之后,便听到越来越多关于苏瑜的种种事迹。 从政绩方案到流民安置,从灾区清理到灾后重建,从大局调控到深入民间,整个河北东路几乎都遍布了苏木的足迹,他在用自己的智慧,向老百姓展现美好的未来。 他在,用自己的双脚,踩踏出老百姓的生存之路,他在用自己的双手,筑起老百姓安身立命的家园,他在用自己的双肩,扛起河北清塌下来的天。 直到今日,在原城县的城门口,走过一周十县的李刚,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苏瑜。 苏瑜只是中等的身材,并不算高挑,但稍显瘦弱,儒雅贤仙的风度使得他看起来比实际要高许多, 如果说苏瑜是那风雨中不倒的苍颂,那么苏瑜便是那玩时间不屈的寒主。 他想看看传说中智谋过人,老成持重的苏瑜,会用这样巧妙的法子,或者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让这些老百姓俯首贴耳,那头便败。 而后让老百姓心甘情愿让开道路,甚至主动帮他搬运石灰。 但所有的这些,他都没有看到,他看到了一个最笨的苏瑜,用了一个最笨的方法。 说实话,这种法子确实让李刚感到有些失望,犹如斯文道士其次。 他李刚虽然与范文阳齐名,都是少有的骨耿正臣,但他与范文阳又有所不同。 范文阳遵循组织和礼法,甚至近乎古板守旧,顽固不化。 而李刚是个务实之人,只要能够达到目的,他并不介意离经叛道一些,也正是因为他这样的性子,他才会得罪这么多的文官。 如果是他李刚来处置这件事,无论杀鸡锦猴强行镇压,还是引经据点小之以理,亦或是挑拨内斗分化暴民,手段花样都不带重样,即便是寻常县官,遭遇这等事情。 最平庸的应对也该是缩在县衙里头,让师爷或者衙役造立宣读公文,但有阻挠者,一律以犯罪论处,又岂会自见身份,亲自来扛实灰? 要知道,苏语已经不再是刚中进士,即便刚中进士,也是身份荣耀。 这已经不是个人身份面子的问题,作为大宴的进士,代表的是文人的面子,代表的是文官集团的尊贵,代表的更是官家的威严,又岂能这般自倾自贱? 更何况,苏语并不是寻常的芝麻绿豆小官,他如今可是显贵一时,堂堂河北东路转运复始,代表的乃是朝堂中书的尊严。 在这官场之中,有才无德极其容易走入奸邪宁臣之道,而有德无才充其量也不过是庸禄之辈,只有才得兼备之人,才能够成为国家的栋梁和官家的骨功。 在李刚看来,此时采用这等笨法子的苏语,只能算是有德无才,但他却一点都不平庸,就像当初的自己,一厢情愿地扎入官场,以为就能够改变这个朝堂的面貌,就能够掀起风暴,使得朝野气息焕然一新。 不可否认,在文风鼎盛,人人喊着既往开来的大宴官场,品行和名声是当官的最重要资质之一,但这也只能使你获得一个好的声誉。 试问大宴历史上,只是品德好的人,又几个能够登顶人臣之极。 所以,在官场上蹉跎了半生,与范文阳这样,只落了个好名声的李刚,都开了窍,今次能够来河北,除了毛遂自荐之外,其实,李刚借助的,还是重施道和同贯的极力推荐。 苏语的所作所为,却是让官场老人感到唏嘘,充满了年轻人的自以为是,和热血沸腾,虽然有些蠢,这份心,却着实让人感动。 只是当你在官场摸爬滚打久了,你才能够体会到,这种感动屁用都没有,甚至不会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利益。 但你又不得不去承认,在官场打拼了大半辈子,仍旧能够见到这样的感动,是多么珍贵的一件事情。 当苏语默默背起石灰包之时,李刚的内心在承受着极大的冲击,他本就将河北之行当成自己官途的新生,想着借此机会,让自己走上全臣的道理,不再为了那可笑的名声,而在死板地守着节操道义,要不惜一切手段和代价,走上高位,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为朝堂为百姓多做事。 然而苏木的举动,再度打灭了李刚的想法,让他看到,即便才能弱了些,只要坚持着品德上的干净,总比王府这种有才无德的人要好。 念及此处,他突然涌出一股满满的冲动,就在那一刻,他想再年轻一回,再蠢一回,让自己找回当初踏上官途的初心,只有不忘初心,才能看到原本的理想。 于是隐藏着身份这么多天的李刚,走到了苏瑜的身边,帮他搬运石灰,并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苏瑜显得很镇定,但从他的目光之中,李刚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一种东西,无道不孤。 一个是本该高高在上的河北东路复转运石,在民间苦苦忙活了这么久,几乎与百姓们承受着同样灾荒,与百姓站在一起的年轻高官,身体力行为民谋福利。 一个须发花白气力苍苍,却坚定不移地协助苏瑜,最后才发现那老者竟然是比苏瑜来头还要大的龙图阁带志,新任宣服使。 当随从们将这消息放出去之后,一老一哨的背影,就变得如同山岳天柱,一般高大,仿佛他们扛着的不是石灰,而是修补河北天穷的五彩神石。 人们沉默了,他们的内心在思考,也在纠结挣扎,他们想起了苏瑜与灾民同吃同住,一同重建家园,想起苏瑜为了确保水源的洁净,甚至亲自品尝灾民的饮水。 所有关于苏瑜的事迹一件件浮现出来,他们才发现,除了火葬这件事,苏瑜在救灾阵纪的工作上堪称完美。 他是个文官,是个传承着汉人理智的读书人,不会不清楚礼法的规制,但他却坚定不移地将那些逝去的人都烧掉了。 他是个离经叛道之人吗?他是故意而为之吗?他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邪恶心理吗? 这些人火葬,对他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的事情谁会干? 针对最后一个问题,几乎很多人都知道,苏瑜一直在干没有好处的事情,对他自己没有好处,却汇集整个灾区的百姓。 在人群分开一条路之后,官府的衙役们开始试探着往前推车,他们扫视着人群的目光,却发现百姓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苏瑜和李刚的背影上。 于是,车子终于再次缓缓而行,他们想跑到前头去,将苏瑜的石灰包给接下来,但他们最终都没有这样做。 因为前面的苏瑜和李刚,就像一座封碑,老百姓眼里的封碑,他们可不想去拆回好不容易搭建起来的封碑。 石灰的事情得以顺利地解决,李刚到来之后便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抗病救灾。 诸多举措实施开来,比苏瑜的更加雷厉风行,但作为官场老人的李刚,在方法方式上却更加的老辣,疫情也终于得到了控制。 而且,李刚也没有忘记替苏瑜澄清一个事实,在抗病的过程当中,他与那些医事不断奔走宣扬,让所有人都知道火葬的必要性,也算是替苏瑜抹掉了这个污点。 眼看着原城县的疫情被控制了下来,李刚和苏瑜正想转移阵地之时,大明府方面却派来了快马。 马在大宴是西汉的东西,而在大宴之中马的最重要用途,便是用来传递情报和公文的一马,这是最基础的东西,比战马的用途还要重要。 这匹快马传来了最重要的情报,不是灾情,而是军情。 在福寿县受到打击的张迪,纠结了残暴的人马,联络高托山和阳天王,甚至密州和青州方面的叛军,开始攻打大明府了。 大明府乃是帝国北方的一颗明珠,是大雁朝野军民最为倚重的一座城池之一,如果让叛军攻陷大明府,局势毕竟大乱。 而且,大明府与便梁之间没有任何的险要之地,只要拿下大明府这样的重地,叛军就能够直指京师便梁。 受到军报的苏瑜和李刚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到了大明府,开始组织官兵和招募乡军,并积极联络即将奔赴战场的平叛军,务必要将这次的叛军冲击抵挡下来。 然而让他们感到绝望的是,这一次叛军算是清朝而出,人数竟然达到了可怕的二十万。 这二十万不是虚数,而是凝聚了所有叛军势力的家底,是获真价实的二十万人。 反叛之初,为了壮大声势,诸多叛军势力都不断叫嚣着,只有几百人的就敢声称人数上万,有数千人就敢对外宣称军队数万, 而真正人数上万的就已经公然叫嚣大军数十万。 这是因为他们除了能够作战的兵力之外,将那些追随他们的流民都计算在内了。 可这一次,张迪等人竟然将河北和京东地域,几乎所有能够团结的叛军都联络起来。 这二十万人不是流民烂于充数,而是真正可战的二十万人。 苏瑜和李刚也能够想到,叛军山头林立,各有立场和利益,他们就是一个个山大王,桀骜不逊,谁都不服谁,又怎么可能摒弃各自的利益,组成一个大联盟?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只有可能有两个原因。 诸多叛军之中,终于出现了势力最强大的一个,将所有叛军都收服在一处,像养骨一般,那只骨王终于被养了出来。 而另一个原因则是,或许有某些强大的势力从中作梗,操纵着局势的走向,将这些叛军联合了起来。 而无论是哪一种原因,都足以说明一个问题,叛军终于看到了关键所在,看到了大明府的价值和意义。 他们不再是乌合之众,而是真正想要颠覆这个帝国的统治,想要翻身做主,他们从小打小闹,真正走上了方辣的道路。 这才是苏瑜和李刚,所面临的真正考验。 第636章,分兵 当刘光氏将军情传递回来之时,苏木并没有向兄长苏瑜那般吃惊,因为他已经见过元太,与老军馆的高手们有过死拼。 他已经知道了尹宗在今次叛乱之中的角色定位,他也知道诸多叛军能够联合起来,接赖尹宗暗中筹划之功,这场叛乱已经变了味道。 如今世卫司已经基本肃清,剩下的首尾也在不断暗中清除,世卫司这九千多人马,已经可堪大用,而新兴踪的北伐军气势正盛,正当士气的高点。 刘光氏的先锋军刚刚拿下一场大胜,在郡州将张迪打得满地爪牙,军威大涨。 所有的这一切都在表明一个不错的局面,讨伐平叛的大军人心士气均可用。 收到军报之后,新兴踪就亲自来到了苏牧的养伤之处问及,并未单纯顾及苏牧在北方战场的威信,以及世卫司统治的官位,而是因为梁师成也在这里,即便不尊重苏牧,也要给这位大宦官面子。 贼军虽然声势浩大,直指大明府,但平叛大军也是士气高涨,这一仗正是要向天下人宣告,北伐军不仅仅能够在外头收复师弟,同样能够在内陆耀武扬威,不仅仅能够保家卫国,还能够平定天下。 对于这件事,松木也做过仔细的考量。 平叛军虽然有差不多十万人,军心士气又可用,但如果此时持援大明府,便只能被动守城,面对二十万叛军的打压。 如果要主动出城鸡贼,那势必要分兵,分兵就会变得弱势,而如果龟缩在大明府之中,就要被叛军包围,这就是人数差距带来的必然结果。 在这样的情况下,倒不如让叛军先把大明府给围了,平叛大军再从叛军的屁股后面发动攻击,一举击溃叛军。 可这样做也有着极大的风险,必须要考虑到大明府的具体情况。 如果大明府无法承受二十万叛军的围攻,在短时间之内就陷落,二十万叛军占据了大明府,平叛军面对的就不再是叛军的屁股, 而是将身子屁股都缩进大明府,却将矛头露出来的叛军。 这样一来,平叛大军就从偷袭后军变成了强行攻城,十万大军不去正面攻击叛军, 却又要在人数差距上的劣势,主动攻城,这就是昏招了。 再者,平叛大军士气高涨,正是寻求决战的最佳时刻, 却要硬生生将这股士气压制下来,对军士们的信心是极大的打击。 在这一点上,信心宗和刘光氏其实都主战, 而苏木则认为大明府有苏瑜和李刚,还有王府, 不至于太快陷落,与其主动接战,不如抄其后路。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策,是因为苏木很清楚李刚的守城能力, 虽然只是文官,但李刚可是后来历史上东京保卫战的最主要功臣之一, 死守汴京城,无人能及。 而王府则是个拥有着真正才能的内政人才, 苏木并不相信大难临头了。 王府还想着搞小动作,只要他真心出力, 大明府内部的供给和稳定根本就不是问题。 再者,王府虽然是典型有才无德型官员, 但他在大明府境内有着极大的威望。 苏瑜的赈灾和治和所受到的阻力, 大部分都来自于当地的大地主。 这些大地主便是以王府马首是瞻, 眼下大明府即将要受到叛军的围攻, 覆巢之下无完卵。 这些大地主自然不可能坐视家园被践踏, 只要他们肯出力, 大明府绝对是安枕无忧的。 这种种考量下来, 大明府能够守住的几率也就直线飙升了。 只要大明府不会一下就陷落, 那么平叛大军随后赶来, 从后方攻打叛军, 事情就会像苏木预计的那样去发展了。 即便如此, 新兴宗和刘光氏仍旧认为, 十万平叛军士气高涨, 军心稳定, 装备精良, 又养精蓄锐了这么长时间, 一直憋着一口恶气, 完全拥有与二十万叛军决意死战的条件, 没必要遮遮掩掩, 采用这种丢人的迂回战术。 而苏木也将这种战略的种种好处和考量都说了出来, 双方一时间也产生了分歧。 这并非新兴宗和刘光氏不尊重苏木, 他们自然清楚苏木在北地战场的功勋, 也知晓这是苏木的长处。 但灾情如水火, 军情更是拖延不得, 明明可以正面碾压, 为何不打出气势来, 却要如此小心谨慎? 事实上, 苏木是在担心, 担忧局势并不像明面上这么清朗, 尹宗既然能够控制张迪阳天王等人, 自然也会控制其他的叛军首领, 若围攻大明府只是幌子, 给平叛大军来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那么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了。 新兴宗和刘光氏并不清楚尹宗的底细, 所以才会单纯地认为这二十万大军就是叛军最后的家底。 但苏木很清楚尹宗的实力, 此次围攻大明府实在来得太突然, 若说尹宗没有在背后搞鬼, 那是打死了都不信的。 既然尹宗已经入局, 自然不会只有攻打大明府这么一招, 最大的可能就是利用这二十万叛军来当诱饵, 利用正面战场来消磨平叛大军的兵力, 真正的决胜力量却隐藏在幕后。 河北京东地狱的叛军四处风起, 除了张迪高、托山阳天王等人, 还有徐晋、李太子和刘大郎等诸多叛军, 势力同样不可小觑。 既然尹宗能够笼络张迪高托山阳天王, 那么李太子等人, 自然也极有可能早早就被尹宗收服。 无论河北灾情如何严重, 突然冒出这么多叛军势力, 早就不是正常状况, 说不得这些人敢站出来造反, 就是尹宗给了他们底气, 甚至于从一开始就是尹宗的人在筹划, 也就是说, 说有的叛乱, 说不定都是尹宗挑起的。 再者, 李太子等人的叛军在大明府的外围, 一直没有太大的响动, 能够置身事外, 做山官虎斗。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当平叛军与张迪等部正面交战之时, 就要轮到李太子等人的叛军, 来攻打新兴宗平叛军的后方了。 这才是苏木真正担心的问题所在。 或许新兴宗和刘光氏能够看到李太子等人的威胁, 但李太子等人从反叛之初就不动声色, 也没闹腾出太大的麻烦来, 所以他们有没有正视这种威胁, 或者说有没有将李太子等人当成一种威胁, 就是新兴宗和刘光氏需要考虑的问题了。 而目前的情况是, 新兴宗和刘光氏显然没有将李太子等人当成一回事。 在他们看来, 平叛军的班底都是凯旋而归的北伐军, 无论是战力还是士气, 都处于巅峰状态, 这样的军队如果不能主动寻求决战, 那这场平叛根本就是个笑话。 他们不只要打, 还要延续北伐大军不败的神话, 让所有人都看到他们在北方战场的功绩。 而苏木不仅仅要考虑张迪高托山杨天王等人背后站着的尹宗, 还要考虑尹宗操控的其他势力, 诸如李太子等诸多叛军势力。 而且, 北伐军的军功太盛, 已经引起了文官集团的抵触, 这是违背太祖的治国纲要的。 太祖是黄袍家身开的国, 为了避免黄袍再加到别人的身上, 所以, 建国之后就拼命遏制武将的权力, 这才有了悲酒士兵权的经典。 长久以来, 太祖的这一铁律从未被打破, 而太宗从太祖的手中夺过帝国的掌控权, 对武将更加的忌惮, 便不断提高文官的地位, 可以说, 大雁文人的春天, 正是从太宗的手上发扬光大, 到了真宗仁宗达到顶点。 这数个朝代延续下来, 到了赵杰这一辈, 文官集团早已彻底碾压武将集团, 让武将们彻底抬不起头来。 可文官们认为, 早已习惯了打压的武将们, 却因为一场北伐, 重新抬起了头来。 这不仅仅是文官集团的忌惮, 也是官家最为忌惮的一件事情。 如果新兴宗和刘光氏真的一举击败了叛军, 或许真的能够收获赫赫军功, 但也给武将集团带来致命的威胁, 不是来自于叛军, 而是来自于文官集团和当今官家。 所以, 无论从军事还是从政治方面考量, 苏慕的决策都算是稳妥的, 只是新兴宗和刘光氏无法看到苏慕能够看到的东西罢了。 虽然有分歧, 但新兴宗和刘光氏作为评判军的正副总管, 而苏慕在评判之中只是配角, 他只是世卫司的统治, 在大战略上只能是建议, 而无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新兴宗与刘光氏对他的个人崇拜, 自然不能影响到大的战局, 如果因为他们对苏慕的个人崇拜, 而将决定权交给苏慕, 那才是真正的儿戏。 而且, 梁师成也站在新兴宗和刘光氏这边, 他是官家的亲信, 他最不愿意看到的, 就是让苏慕来掌控这一切, 虽然他明知道苏慕来掌舵会更加的安稳。 试想一下, 如果让苏慕来引领整个平叛军, 再让他拿下一场大功, 那么他将赢得更高的威望, 整个平叛军都会对苏慕俯首贴耳。 到时候, 苏慕必将成为对官家最具威胁的一个武将, 加上苏慕先前建立下来的势力, 他梁师成又如何再压制苏慕。 所以, 无论从明面还是从暗里, 他都不能再让苏慕插手平叛军的事情。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苏慕已经知道, 自己的策略是不可能被采用的了。 新兴宗和刘光氏果然下了决策, 平叛大军即日起白营继续北上, 与张敌高托山部的贼军进行决战。 按说苏慕统治的一万侍卫司, 也该当接受新兴宗和刘光氏的节制, 但为了保险起见, 苏慕坚持要求留下这一万侍卫司充当后援, 防止叛军还有别的阴谋。 毕竟不能将所有鸡蛋都装在一个篮子里面, 新兴宗和刘光氏虽然对苏慕的小心谨慎多有不满, 但想了想还是决定同意苏慕的请求。 一万侍卫司进军的战力自然不可小觑, 但他们还有十万大军, 如果苏慕的进军不加入, 这场大战的所有战果都将是他和刘光氏的。 对平叛大军有着绝对自信的他们, 也就没有了意义, 梁诗成虽然能够感受到苏慕的不满, 但见得苏慕做出了让步, 也就不再抢求。 于是, 新兴宗和刘光氏的平叛军北上, 而苏慕的侍卫司人马则留了下来, 新兴宗和刘光氏, 终究还是要跟苏慕分道扬镳了。 第637章 兼毙清野与正面决战。 对于心高气傲的侍卫司进军而言, 今次平叛之旅是相当让人憋屈的。 先是北伐军出身的新兴宗部, 给他们上了一课, 教他们什么才是行军打仗, 让他们颜面大师。 再来就是浮寿县一役, 侍卫司先锋竟然全军覆没, 只活下了李彦昭等人, 也使得他们感到非常的沮丧。 眼看着平叛军要清朝而出, 与叛军做正面决战, 苏慕这个统治却又让他们留了下来, 为平叛军看顾屁股后面的危机, 这简直就是将侍卫司进军当成了小配角, 又如何让人不丧气。 虽然苏慕赢得了李彦昭等人的信服, 但在这件事上, 做得确实无法服众。 而新兴宗和刘光氏指高气阳领兵北上之后, 苏慕便让侍卫司整顿了一日, 到了第二日, 竟然发下命令来, 侍卫司进军竟然全军出动了。 非但是侍卫司的部将们, 便是梁诗成也感到惊恶不已。 他们本以为苏慕留下来, 是为了给新兴宗和刘光氏充当后援, 避免突发状况, 没想到这么快就开始行动了。 而让人感到有些意外的是, 苏慕征召了上千的福寿县民夫, 让这些民夫来充当向导。 寻常进军或许不知道内情, 但梁诗成的脸却是阴沉了下来。 因为苏慕招募的根本就不是普通民夫, 而是张万仙的赶翅君。 张万仙的赶翅君正大光明地充当向导, 让苏慕领着侍卫司的人接连出击, 在三天之内就将福寿县周遭大大小小的暴民组织和一些小山寨彻底当平扫清。 虽然这样也能够增强士卫司的实战能力, 而且由简而难, 先用这些小势力来练练手, 慢慢提升士卫司的作战能力, 也算是不错的练兵策略。 但眼下新兴宗和刘光氏即将进行轰轰烈烈的大决战, 他却带着士卫司的精锐四处游走, 打扫这些小鱼小虾实在让人提不起兴趣, 甚至有些小气罢了。 虽说心里有些怨气, 但侍卫司的近卫们慢慢也就体验到了 这种练兵所带来的乐趣和苦恼。 这些个小山寨虽然兵力不多, 但情况极其复杂, 结合他们占据的领地, 利用地形的优势, 一个个如同难以入嘴的铁刺猬一般, 也是不容易吃下的。 而苏慕显然像顽童找到了新鲜的玩具一般, 每到一处都没有任何的松懈, 反而严肃对待, 每一次都制定极具针对性的策略, 与其说实在锻炼士卫司, 倒不如说再锻炼他排兵不振的能力。 士卫司的人在吃了几次苦头之后, 也尝到了阴沟里帆船的滋味, 于是也不敢再大意, 更不敢心生怨言, 反而开始正是这些小打小闹了。 可在梁诗成看来, 还有另一层的担忧, 因为无论如何来看, 都不像练兵, 更像苏慕在利用士卫司的兵力, 替张万仙的感翅君扫清敌人。 这些叛军的地点, 都是由感翅君来确定引领, 也就是说, 感翅君只哪打啊, 这才几天不到, 整个福寿地界就彻底被肃清了。 可梁诗成认为, 最该肃清的, 可不就是感翅君吗? 非但如此,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感翅君越发的大胆, 竟然将视线转向了大明府的境内。 虽然没有接触张迪等人的叛军正面, 更没有去干扰新兴宗和流光氏的评判大军, 但苏慕的侍卫司, 却在感翅君的带领下, 将大明府的周边, 全部都扫荡了一遍。 梁诗成或许看不出来, 但新兴宗和流光氏, 却是有眼力的。 苏慕这样做, 是在真正践行, 兼蔽清野的战略意图, 为评判军扫除了一切不安的隐患, 虽然只是边边角角, 但这些天下来, 世卫司历经大大小小数实战, 也是吃够了苦头。 这也让世卫司的禁军们, 体验到了战斗的滋味, 他们终于不再羡慕, 能够与叛军做正面决战的评判军, 反而开始认同苏慕的想法。 没有亲身体会过, 谁都没有想到, 那些暗中潜伏着的叛军, 竟然比明面上那些还要多。 这些小势力虽然都没有高举一旗, 但他们暗中联络, 组成攻守联盟, 世卫司的禁军常常父辈受敌, 就好像一头老虎遭遇狼群的撕咬一般。 他们不再因为世卫司要为评判军保驾护航, 而感到丢脸, 因为他们经历的战斗同样惨烈, 而且难度越来越高, 他们的损伤也越来越严重。 苏慕就想带领着他们打开了黑暗世界的大门, 让他们真正见识到了叛军的真正势力。 较之明面上的那些叛军, 这些地下叛军才是更加恐怖的威胁。 张迪等人的叛军如同烈火烹油, 轰轰烈烈, 但后续能力不足, 就好像在半空中燃烧的一团火油, 而地下叛军们却如同干枯的森林之中, 一堆暗淡的炭火。 他们或许没有太惊世骇俗的声势, 但延绵不断, 而且他们并没有高喊口号, 他们只是默默影响着周遭的百姓, 却比张迪等人更加容易将寻常百姓转化成叛军。 张迪等人就是无根的大树, 可这些地下叛军却像洒落四处的种子。 梁诗成和李燕钊等人此时才体会到, 苏木最初的担心是绝对有道理的。 慢说李太子刘大郎和徐晋等有名有号的叛军, 便是周边这些地下叛军联合起来, 都足以给新兴宗和刘光氏的后军造成极大的威胁。 若说进军之前, 新兴宗和刘光氏对苏木还有怨言, 认为苏木将侍卫私留下来, 是不认同他们的作战计划, 那么当苏木为他们扫清周边隐患之时, 他们应该能够感觉得到, 苏木是在背后默默支持他们。 而且更让人惊骇和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平叛大军还为与张迪等人的二十万大军打照面, 苏木的侍卫私已经默默无闻拿下了让人目瞪口呆的军功。 在敢斥军的带领下, 侍卫私虽然并不能顺风顺水, 但积少成多,一路统计下来, 竟然已经扫荡了贼军数千, 斩首虽然不多, 但俘获贼军却不少, 各种物资更是数不胜数。 前番已经说过, 苏语镇绩的最大阻碍就是这些叛军, 只要镇绩口粮和物资发放下去, 大半要落入这群大老鼠的口中, 被他们囤积起来。 而这些叛军也正是利用这些物资和粮食来策反越来越多的平民, 谁有粮, 谁就是大王。 从这点上来说, 苏木这时替兄长苏瑜, 替河北和京东的老百姓, 将这些口粮都给一点点抠出来。 新兴宗和流光市的大军赢得了平叛大军的尊敬, 但苏木还利于民, 却在民间积累了极好的口碑。 世卫司每到一处, 扫荡了贼寇之后, 便将山寨里获取的物资都交还给地方, 再通过苏瑜建立的良好阵级系统, 重新发放下去, 真正做到了缓解百姓之极苦。 这也使得百姓们都知道, 有这么一支军队, 没有跟张迪等人生死相拼, 带来更大的伤亡, 而是不断细化, 将那些真正侵吞了阵级粮的大老鼠都彻底清扫。 世卫司的禁军们, 虽然没有进入大战场, 但他们每到一处都享受着老百姓的家道欢迎, 对于心高气傲, 一直享受着皇城敬畏光环的世卫司进军而言, 这样的待遇也让他们感到极为荣耀。 当然了, 这种荣耀也来之不易, 虽然有赶持军带头, 但这些山寨就如同一个个暗礁, 稍有不慎就要触礁沉默, 世卫司的损失也是在不断增加。 但从另一方面来讲, 这也使得世卫司越来越强壮, 而且他们的抗压能力也不断增强, 习惯了各种小战场的磨练之后, 整个世卫司的战斗力也在默默地提升着。 而新兴宗和流光市的大军在经历了跋涉之后, 终于在大明府外围的大明县, 遭遇到了阳天王部的大军。 阳天王是大明府本地的叛军, 在百姓之中拥有着很高的盛望, 他们的群众基础也比张迪和高托山要更稳固。 新兴宗和流光市的部队一直在寻求正面决战, 眼看着就要进入大明府, 却一直没有发现贼军的迹象, 看着世卫司不断打扫军功, 心里也是寄养难耐, 眼红不已。 见得阳天王的一万叛军占据山头, 新兴宗和流光市精神大震, 第一时间发动了攻势。 而平叛大军也没有让人失望, 他们将心中早已憋着的闷气都发泄出来。 流光市带领二万余先锋军, 一举荡平了阳天王的山寨。 非但如此, 他们还率军追击, 大肆掩杀, 这一战打得是酣畅淋漓, 将军士们的憋们都发泄了出来。 可就在所有人欢呼雀跃, 痛打落水狗之时, 流光市却发现不对劲了。 阳天王乃是张迪高托山密不可分的盟友, 军报上分明写着, 张迪等人打算大举围攻大明府, 为何阳天王会出现在了半路上? 流光市意识到不对劲, 正要收兵, 不再追击之时, 左右两翼却突然涌出漫山遍野的贼军来。 糟糕! 中计了! 流光市猛然醒悟过来, 张迪等人真要攻打大明府的话, 阳天王作为主力之一, 便不可能出现在半路。 那么就只剩下一种可能, 他们攻打大明府只是幌子, 真正要做的事情是伏击平叛军。 这种念头刚涌上来, 流光市就吓出了一身冷汗来, 这些叛军并非头脑简单之辈, 甚至果决很辣到用阳天王的一万人马来当诱饵。 源源不断的叛军从左右两翼冲出来, 流光市的两万人马很快就陷入了包围之中。 穷寇莫追, 龟师勿掩, 此乃兵家大忌, 然而流光市的先锋军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非但如此, 在后头压阵的新兴宗也遭遇到了突如其来的袭击, 张迪等人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攻打大明府, 所有的一切都不过是幌子, 想要让平叛大军脱离同关领要塞, 轻率出击。 此时的新兴宗和流光市终于感到懊悔不已, 若是听从苏木的建议, 让贼军先围攻大明府, 再抄齐后路, 他们就能够发现, 攻打大明府根本就只是虚晃一枪。 如果叛军发现新兴宗和流光市不上当, 就算他们真的转而攻打大明府, 他们也能够有备无患, 从后方解围, 这才是最稳妥的战略。 而如今, 他们不得不陷入贼军的包围和突袭之中, 虽然终于面对叛军的主力, 但并不是想象之中的正面决战, 而是落入敌人的陷阱之中。 第638章, 泥塘遭浮 大明府下辖有大明县, 县外十五里处乃一缓坡, 上直逃离杏枣, 坡下有一处活水, 明幻青枣堂, 每到花开的节气, 总有文人默客到此处来踏青游吟。 流光市的先锋军将张迪残暴的叛军追眼至此, 人马俱疲, 只要就地休整。 这青枣堂并不大, 呈现枣的椭圆, 长二里, 宽一里, 堂边水草丰美, 泼上草垫阴阴, 若是往日, 便是放牛印马的好去处。 然而大水过境, 泥沙巨下, 早已将池塘给填平了, 眼下也就剩下一处处挖地, 沙土松软, 坑人陷马, 无人赶过, 便是小巧迅捷的托儿跑过, 也要被这池塘给吞了。 流光市本不愿在此处逗留, 虽说这池塘边上也有些滴潜水挖, 足以供给人马的饮水, 但他也怕水源已经被污染, 喝了会坏事, 便勒令军事不得靠近这泥塘, 还派出赤后四处游异, 紧防张敌残步的人杀个回马枪。 到底是经过北伐战场洗礼的人, 无论排兵不振, 还是停顿休整, 都步步为营, 也算是老成之举, 无懈可击。 军事们刚刚得胜, 虽然心中欢喜, 但大多是北伐的老兵, 不敢拖大, 只是默默啃着硬邦邦的干粮, 有些老兵便扯过一把嫩草, 包着私藏的肉干一块嚼着, 血迹未干得直到, 就插在触手可及的身旁。 见得军事们这等老练沉稳, 刘光氏是又欣慰又心疼, 若军事们不长进, 他也不待见, 真个儿生性了, 他也就有些心疼了, 不过战时不比往常, 挨过了这几日, 说什么也要给弟兄们好好犒赏一番。 也就半顿饭的功夫, 刘光氏便下令再度出发, 往前头再杀一杀贼军的威风, 毕竟那一万多贼军一路下来也就剩下二三千, 那贼头还没拿下, 终究有些舍不得。 再者, 前头就是大明县了, 这地方可是大明府的重镇, 往常也是置地, 怎么说, 也有些官兵相军, 见得动静, 不可能不出来堵截一番的。 可就在这当口, 一鸣赤后浑身是血, 骑着一匹, 残马就逃了回来, 那马屁股上还插着两根羽箭。 大总管! 有埋伏! 有埋伏! 赤后的侍井撕裂清早堂的宁静, 如同滚油锅丢进一把火炬, 营地瞬间就炸开了锅。 那赤后话音未落, 一根梅羽箭破空而来, 半截剑杆子从他的咽喉穿透出来, 粘稠的鲜血滴滴答答。 扑通! 赤后从马背上栽倒下来, 那马儿吃了一惊, 收不住脚步, 一脚踏入泥塘之中, 三两个呼吸就让泥塘给吞了。 集结! 集结! 刘光氏也是心头大害, 但他终究见识过大阵仗, 临危不乱, 当即想要收树人手。 然而二万军士不是小树木, 整顿之石铺张开来, 都绕着那泥塘子驻扎, 想要瞬间收拢人马是不太可能的。 这箱一乱, 缓坡左右两侧便响起 轰隆隆的马蹄声和杂乱却沉重的脚步声。 杀! 随着震天架的喊杀声, 无数旗帜淋漓而起, 高托山和阳天王的伏兵早已按捺不住, 漫山遍野的叛军就如同几个月前决堤的河水一般汹涌包裹下来。 清早而堂地势低洼, 背靠缓坡, 两侧的叛军可谓居高临下, 势如破竹, 而且他们的前军都顶着木板和藤盾, 又有竹枪阵不断挤压, 竟是想要将流光市的部队全部推入清早儿堂。 见过那马蹄被泥塘吞没的流光市部将和军士们, 一个个脸色都发白了。 被这泥塘子吞掉, 可比被敌人杀死要更加害人, 一想起泥水涌入口鼻, 窒息而死的痛苦, 军士们也燃起了奋起反击的求生之火。 与叛军拼杀, 起码还能死得痛痛快快, 一刀两断, 可比被推入泥塘子要好太多了。 燃则也有些新入伍的新兵弹子, 当即就给吓尿了, 早先成胜追击那股子鹰武器早就烟消云散了。 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 流光市见得此情此景, 便高举铁枪, 朝不厦门大喊, 想活命就跟俺冲啊! 这等情势想要抵御是不太可能, 只能集中人马突围, 这也是他为何第一时间想到要集结人马的原因了。 可营地里头乱哄哄的, 又要警惕伏兵, 又要小心脚下的泥塘水蛙, 再加上, 叛军也是声势震天, 谁听得到流光市的呼喊? 叛军那边显然是有备而来, 结结实实将流光市布包了饺子之后, 竟然开始泼洒箭雨。 他们本来就居高临下, 虽然都是些威力不大的木工竹剑, 但胜在数两, 又有力士投掷木毛竹枪, 这些个力气从天而降, 流光市布纵有假衣护体, 也是当场被扫倒了一大片。 流光市放眼望去, 叛军忙忙多, 根本就看不到头, 军士们隔着一二里的泥塘子, 无法集结在一处, 防线极其薄弱, 根本就无法形成有效的防御, 更慢提反击了。 流光市作为主将, 身边倒是人数不少, 若不果敢决断, 便是所有人都要葬身此处了。 他知道, 新兴踪的本部大军就在后头十里, 只要能够冲突出去, 只要能够冲突出去, 自是万事大吉, 说不得还能杀回来, 一举剿灭这只火中取栗的叛军。 战场之上, 游不得半分迟疑, 长枪磕飞一根落下来的竹枪, 流光市猛加马赴, 在清兵团的掩护之下, 逆着地形往缓坡山杀了过去。 虽然逆势而为, 需要面对居高临下的敌人, 但只要占据了这高地, 或许还有转机, 如果越往低处走, 怕是很难再翻身了。 叛军之中的马军并不多, 而且都是些猎马弩马, 加上马步军夹杂, 这些马军大多是叛军的取帅, 起码不过是为了彰显身份罢了, 并不需太多忌惮。 流光市带领着数百马军, 仗着优良战马的角力, 艰难地在叛军之中杀出了一条血路来。 山坡上的贼军也不敢投掷类石和滚木, 毕竟缓坡上都是叛军, 根本就无从下手。 流光市的骑队便如同逆着瀑布往上撩的尖刀, 真让他们杀出了一条血路来。 他这只马军便如同一只蜈蜈, 被强行塞进满是锯齿的铁圈, 那蜈蜈蚣的百足纷纷被削掉, 带得冲突出来, 也就剩下流光市和为数不多的精锐汉将了。 眼看着泼下泥塘边上的上万军士被围, 也有汉将带着不足杀出血路来, 可大部分人已经被推入泥塘子, 越是挣扎就越是沉沦, 以至于人马尸体都将尽暗的泥塘水挖给填结实了。 流光市杀透了出来, 见得如此惨壮, 也是心如刀脚, 连忙让清兵往新兴踪大步求援, 自己却咬了咬牙, 率领着仅剩的数百马军, 再度杀了回来。 虽然这一次轮到他们居高临下, 但他们都应该清楚, 这一次冲杀下去, 想要上来就没太大的可能了。 一来战马的角力有限, 长途掩杀张迪残步之后, 本就因为人困马乏才停下来整顿, 能够冲杀到缓坡之上, 已经将战马的角力耗得七七八八了。 而军心士气也是很大一个问题, 他们逃出来也是万幸, 想要再回去送死, 便是他刘光氏也需要考虑挣扎, 更别说那些个马军了。 虽说如此, 但刘光氏终究还是硬朗了一回, 他倒是想逃之夭夭, 可这次不听苏木劝阻, 执意与新兴踪寻求正面决战, 若将这二万人葬送在此处, 他又有何颜面回去? 那些垂死挣扎的不足, 见得刘光氏突围而走, 心里早已冷淡, 只凭着求生之心, 苦苦支撑着, 眼下见得刘光氏沙江回来, 终于士气大震。 他们的兵刀甲杖都堪称优良, 又经历过北伐大战, 非一般乡军官兵可比, 这些叛军就比刘明强一点, 一旦渡过了遭袭的惊慌期, 进军冷静下来之后, 也都纷纷集结起来, 小规模抱团, 奋起而反击。 泥塘子的贪图被尸体填平之后, 进军们对泥塘的恐惧也就平息了下来, 而泥塘子里那些弟兄们的尸体, 却让他们怒火滔天, 瞬间就让他们的斗志和热血都燃烧了起来。 大总管没丢下俺们, 都杀上去。 杀呀! 奋起的进军终于爆发出血涌, 跟着反杀回来的刘光氏再度冲击缓坡。 这缓坡上早已尸体遍地, 经受了刘光氏马军的冲击之后, 叛军早已心惊胆寒, 见得进军们发了风一般冲僵上来, 又是刘光氏带的头, 当即窃了三分。 刘光氏的战马早已体力不支, 被贼军一轮乱劈乱砍乱捅捅, 早已倒下, 而他的长枪也早已折断, 紧握着直刀, 大踏步杀出一条血路来。 他的战甲比寻常不足都要坚韧, 寻常竹枪竹毛根本就刺不透, 也有一些叛军渠帅要过来单打独斗, 却被刘光氏的亲兵团围住, 刀剑齐下, 眨眼砍成了肉迷。 刘光氏也不清楚自己身后有多少兄弟集结起来, 缓迫这处变成了突破口, 其他方位的一股股进军也不断汇聚过来, 终于是杀透了出去。 脱离了清澡堂之后, 刘光氏终于站稳了脚跟, 正打算再度杀回去, 务必尽量保全弟兄们, 可心思刚起, 前方又响起了闷雷一般的鼓声。 刘光氏心头大骇, 寂寞而望, 但见得又是一大股贼军扑杀过来, 迎头的赫然是一只规模不小的马军, 虽然并未披甲, 但粗扫之下大概也有上百人。 这百十人的马军若丢在北方战场, 那是塞牙缝都不够, 可此时刘光氏与诸多弟兄仓皇逃窜, 狼狈之急, 战马早已累死, 这百人马军的后头还有潮水一般的叛军不足, 马军便是那钢刀的剑人一般。 缓坡之上地势平坦, 足够叛军展开冲锋阵型, 若是让这百人骑军冲杀一番, 弟兄们根本就无法抵挡, 刚刚集结起来的阵型就会被冲散, 那些叛军不足一旦粘上来, 他们又岂能再度走脱。 刚刚燃起斗志的弟兄们, 瞬间又被这股贼军当头泼下一桶冰水, 将所有希望都给浇灭了。 无奈之下, 刘光氏当断则断, 只好丢弃泥塘里仍旧在垂死挣扎的弟兄们, 咬碎钢牙, 血冠铜仁, 朝身边的弟兄下了命令。 撤! 第639章, 收尸。 刘光氏带领着残部疯狂败走, 慌乱间也未来得及清点人马, 他自己的战马早已累死在了清早儿堂一战之中, 若非清兵团死命护着, 非得被自己人践踏一番不可。 这逃走也有逃走的章法, 若只是一位鸟兽散, 势必要被敌人掩杀殆尽。 经历了初识的慌乱之后, 刘光氏便让人立起旗帜, 将残余的部将都招呼起来, 渐渐稳住了局势, 此时他非但懊悔, 不该忽视苏穆的劝解, 更想起苏穆对世卫司的军制改革了。 眼下这等局势, 若是苏穆的新军制, 正将副将部将和军使军头等直线型指挥结构, 执行力会得到巨大的提升, 简洁有力而不臃肿, 便是逃走也快人一步。 贼军都是以以待劳的胜利军, 刘光氏率领的却是大战过后又遭服, 死里逃生的残部, 双方比拼角力, 高下优劣, 当下力判。 刘光氏只能且战且走, 与其说是殿后抵御, 不如说是壮士断腕壁虎气尾, 一路奔逃到日暮, 不得不四下散开了。 而球员的部将 终于见到了新兴宗的大军, 燃则几万大军想要火速来源也是原水解不了尽可, 新兴宗只能拨付了一千多的马军, 快马过来接应。 戴得欲着流光氏的残部, 已经剩下不足三千人, 其余散落着, 渐渐聚集起来, 清点损失。 二万人的先锋军, 竟然只剩下可怜巴巴的七千伤残, 被杀被俘以及逃跑者竟然超过了半数海多。 虽然叛军也用了一万人充当诱饵, 几乎被流光氏的先锋军斩杀俘获殆尽, 然则叛军的一万人与流光氏的一万人, 根本就不能相提并论, 如此计较下来, 流光氏此战是一败涂地了。 新兴宗领兵赶到之后, 暮色深沉, 已然入夜, 北伐军不得不安营扎债, 加强警戒, 将士们整个带旦, 叙事已带, 将斥后放出无礼而返, 一旦有个风吹草动, 也好即刻反应。 流光氏终于得到了喘息之机, 闷坐在中军大仗之中, 竟是眼眶通红, 羞愤难当, 悔不当初, 若听了苏木的劝, 也不至于落了这等田地。 一万多人的损失, 便是北伐之时也未曾有过此等大败, 讨伐区区叛军贼匪, 竟然将北伐凯旋的禁军 都葬送在小小的清早堂, 慢说对不住这些将士的英灵, 便是自己脸上也挂不住, 想必今日过后, 自己成了朝堂笑柄不打紧, 难得为自己证明的北伐军, 也要因此而蒙羞了。 新兴宗也不好说些什么, 所谓支持而厚勇, 大不了明日天亮, 再加倍奉还便是了。 为将者最继优柔寡断, 畏首畏尾, 既然已经选择了正面决战, 又岂能因为大意遭服而退缩? 刘光氏毕竟是将门之后, 将门法荣耀看得太重, 又亲眼见得诸多弟兄被推进泥塘, 本人也是历经生死, 又岂能平复心绪, 这一夜只是默默坐着, 谁米不尽, 熬得两眼通红, 脸熬眼黑, 道得天亮, 慢说胡子, 便是白头发都钻出来了。 新兴宗早已让人将军报发回后方, 他也不怕苏木嘲讽, 因为他知道苏木不是幸灾乐祸的小人, 眼下最该做的就是亡羊补牢, 将功赎罪。 不过人非圣贤, 都有小心思, 苏木所领的侍卫司这段时间捷报频传, 送过来的都是接连大圣的好消息, 新兴宗和刘光氏第一次回复军报, 竟然是惨烈之极的大败, 心里头多少还是有些落差的。 军士们早早便埋锅造饭, 这一夜风声鹤唳, 也未曾歇息太好, 天色一亮, 新兴宗便带着人马来到了清早泥塘。 朱军将士放眼一扫, 当即到抽凉器, 便是北伐战场上见惯了生死, 也是不忍直视。 泥塘子的贪图几乎被大燕军的人马尸体填食, 凝固的血迹与污浊的水洼混在一处, 方圆之地都秀闻得到让人作呕的血腥味。 更让人怒火滔天的是, 这些叛军非但连几方战死者的尸首都没有收拾, 还无论有军敌军, 一律将一甲扒了个干净。 这简直就是丧失了人性的罪恶行径。 新兴宗很不理解, 即便到了辽国和女贞这样的一族战场上, 死者为大, 到的天黑也会相约休战, 各自收尸, 给双方死者最后的体面, 可叛军也是大汉同胞, 究竟是怎样的仇恨, 让这些叛军做出有伤人论天和的恶事来? 他也知晓如今河北泛滥, 民不聊生, 怨声再道, 难道百姓对朝廷的仇恨已经到了这等地步了吗? 轻叹了一声, 新兴宗便发下命令, 让将士们替死者收尸, 不仅仅只是死去的兄弟, 连同那些叛军的尸体也一并收敛埋葬。 他本就劝阻刘光氏, 免得这位副总管触景伤情, 影响了心境, 今后在战场上留下心理阴影。 可刘光氏还是来了, 承受了一夜的痛苦折磨, 刘光氏显得冷静了许多, 可当他看到这等惨状, 仍旧紧抿着嘴唇, 大抵因为强忍悲愤, 将嘴唇咬破, 嘴角渗出血迹来, 亦不自知。 他默默地下了马, 脱下沉重的战甲, 只穿着单薄的内袍, 赤着脚就与诸多军事和民夫一道, 从泥塘子里一句句挖掘和背着袍则的尸体。 眼下已近十一月, 天气寒冷, 但没人抱怨一句, 整个泥塘子四周一片死寂, 只有践踏着泥泞之时发出的别扭声响, 像那些死去的英灵不散, 在半空之中抽气和哀叫。 有军的尸首死撞可步, 无不彰显着突围一战的惨烈, 许多人仍旧保持着握刀的姿势, 尸体已经僵硬, 便是用尽全力都不能将手中的刀柄抠出来。 想要清理这些尸体, 其实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为了避免陷入泥塘, 民夫和军事要走到二里外的小树林, 将树林子都砍伐掉, 做成支架, 铺设在泥塘上头, 虽然费时费力, 但也是无可奈何。 好在军事们也是悲愤难当, 不需要强令驱策, 人人卖力, 可终究还是需要消耗不少的时间。 正当此时, 后方一行竖旗飞马而来, 赫然是苏木和侍卫斯的几个亲兵以及赶翅军的首领张万仙。 梁诗成本不愿让苏木离开自己的视野, 但苏木向其陈述了接下来的厉害, 再加上苏木这段时间的赫赫战绩, 他才同意放了苏木过来。 苏木知晓梁诗成不放心赶赤军, 便将张万仙也带了过来。 之所以没有带着大部队, 一方面考虑到自己最近屡屡得胜, 带着大部队过来难免有耀武扬威之嫌, 会引发军事们的不满。 再者,自己接到了军报之后便连夜赶来, 马不停蹄,若带着大军, 也不可能现在抵达。 按说苏木已经想得足够周全, 也兼顾了军事们的情绪, 但人心百样, 如何做都有人不满意。 见得苏木只带区区竖旗, 无处发泄的军事们便对苏木抱以冷眼, 难道你苏大统治不知道, 我们就要去报仇血恨吗? 难道你那百战百胜的侍卫斯进军, 不该带过来跟我等一道追杀叛军吗? 若不是你苏木的进军留了下来, 自己到四周捞军功, 我们的弟兄又怎会惨死这么多? 而且这些死不瞑目的弟兄, 就是被叛军给杀死的, 连尸体都不得体面, 一甲都被扒了个干净, 死了都不得安宁, 你苏大统治去, 还将张万仙当成亲信一般带着, 难道你不知道张万仙是什么出身? 他可是敢斥军的首领, 他张万仙就是叛军的头子啊, 如果没有张万仙这样的人发起叛乱, 咱们的弟兄们又怎么会死? 你苏大统治擅长捉摸人心, 所到之处无有不祥, 还能借助张万仙这样的地头蛇, 带领着侍卫斯奈一万交滴滴的进军, 四处捞军功, 可咱们这些弟兄呢? 就该死在你堂子里, 死了都依不避体吗? 情绪这东西是具有传染性的, 即便新兴宗麾下大部分人对苏木有着足够的敬意, 更是清楚苏木曾经劝戒过新兴宗和刘光氏, 但死去的弟兄就这么躺在这里, 你让人如何庆幸苏木的到来? 难道你现在终于想起咱们这些北伐的老弟兄, 终于知道要来带领咱们报仇血恨了吗? 这些弟兄被围杀之时, 你苏木又在哪里? 是不是在张万仙的引领下, 带着侍卫斯去捡一些鸡毛蒜皮的军功? 他们全然忘记了苏木连夜不歇地赶来, 全然忘了新兴宗和刘光氏决意正面决战之时, 他们是多么的雀跃激动, 仿佛那些叛军就该跪在地上, 伸长了脖子等着他们来砍头。 新兴宗毕竟不是这些寻常军士, 他能够感受到苏木的良苦用心, 没有将大军带过来, 除了需要抓紧时间之外, 也是顾及到他们的面子问题, 无论哪一点, 新兴宗对苏木还是有些感激的。 苏木也没有太多废话, 他来这里之前就已经预料到军士们会有怨气, 这是人之常情, 也无法避免, 更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改变。 再者, 让他们压制这份怨气, 对今后的决战也有百利而无一害, 只有将他们的怨气都引导到叛军的身上, 怒气转化为士气, 胜利也就可期了。 新兴宗将损失的详细都与苏木说了一遍, 苏木又重点问了几个问题, 而后道出了自己的意见。 不过这个意见, 却是让新兴宗感到非常的不满, 乃至于愤怒。 新兴, 当务之急并非收敛, 万不可停顿, 可命弟兄们加速行军, 否则大明府危矣。 也亏是新兴宗, 若换了刘光氏, 早就一拳招呼过来了。 当初我等要正面决战, 你说大明府还能守, 要做看贼军虚实, 就算让你不幸言中, 如今我等替英烈的弟兄们收尸, 你说连收尸的时间都没了, 非要去救大明府, 难道如今大明府就守不了了? 虽然先锋军惨败, 但也杀了不少贼军, 按说贼军也是损失惨重, 如今再去攻打大明府, 反而更加危险。 正反都是你苏木有理, 你这妖牛, 你咋不上天? 苏木早料到新兴宗会有此反应, 也不啰嗦, 更没有卖关子, 当即反问了一句, 你是才说, 我军被俘了多少弟兄? 三五千之数, 总是有的, 新兴宗也察觉到气氛不对, 扫视了泥塘边上一排排尸体, 沉声打道, 若叛军压着这些弟兄, 到大明府城下, 作为守将, 你是打, 还是不打? 你该怎么打? 苏木此言一出, 新兴宗如遭雷击, 难怪苏木会说, 大明府危急, 若果真是如此, 叛军又怎么可能放过攻打大明府的机会? 可是, 他们怎么敢? 如此伤天害理? 新兴宗还想说什么, 却发现苏木冷哼了一声, 将目光投降了泥塘, 新兴宗顿时吓出一身冷汗来。 是啊, 他们连泥塘子里的事情都做得出来, 自家弟兄的尸体都不守, 还要连一甲烂布都扒拉下来, 他们还有什么丧尽天良的事情不敢做。 若真是这样, 大明府还真如苏木所言, 那是守不了的了。 第640章 无言的误解 新兴宗被苏木的推测, 吓出了一身冷汗来, 他看着泥塘里满脸悲愤的弟兄们, 看着愁云惨淡的悲壮画面, 看着满身泥泞和血迹, 仍旧在背着尸体的流光室, 突然沉没了。 是大明府里头的活人重要, 还是眼前这些为国殉命的弟兄们重要? 若真如苏木所料, 叛军必定披星待月, 连夜兼程地赶往大明府, 眼下距离大明县并不远。 若大军不能及时出发, 怕是真要赶不及, 到时候叛军占领了大明府, 整个大明府的百姓, 可都如同这些弟兄们一般的下场了。 欣兴宗看着苏木, 后者目光坚定, 仿佛已经穿越时空的阻隔, 看到了大明府的危在旦夕。 欣兴宗咬紧牙关, 脖梗抱着青筋, 用尽全力, 近乎咆哮一般下领道, 都上岸。 即刻行军。 静默苏木的泥塘, 被这道军令彻底撕裂, 军士们难以置信地往岸上看过来, 只在欣兴宗的身上停留了片刻, 那目光便如同一饼饼利刃, 集中在了苏木的身上。 一切都好好的, 这苏木一来, 总管大人就下令丢下弟兄们的尸首, 继续行军, 难道你苏木的心肠都是铁石打得不成? 现在倒是想起要做好人, 要追杀贼军了, 怎么不让你侍卫私的人来追杀, 却将我等替弟兄们收尸的时间都给剥夺了。 作为大军统帅, 欣兴宗不可能向每个人解释作战意图, 这样会泄露军机, 也没有这个必要。 可这样一来, 苏木遭千夫所指, 也只能在往后的战斗之中, 才能够洗刷干净了。 刘光氏听的这消息, 惊恶万分, 他可不是寻常士兵, 其实他早就注意到苏木的到来, 只是一来心中有愧, 二来悲愤过度, 并不想与苏木打照面。 可他完全没想到, 苏木竟然苛刻到了这等地步, 这分明是在他刘光氏内破残的心肝上割刀子啊。 怒火淹没了理智, 刘光氏愤而冲到苏木的面前, 一拳就砸向了苏木的面门。 苏木没有躲避, 他的身子纹丝不动, 但刘光氏的拳头却没有落在他的身上, 只有腥臭的泥点子撒了他一脸。 因为新兴踪没有让刘光氏打到苏木, 而是率先将刘光氏撂倒在了地上。 即刻出发, 不得延误, 但有违抗者, 斩。 刘光氏从未见过新兴踪如此暴怒, 被新兴踪打倒之后, 他也冷静了下来, 但对苏木的怨气却并未消除。 他一直被人嘲笑讥讽, 说他跟父亲刘延庆一般, 犬父犬子, 一样没出息, 都是贪生怕死的软骨头。 也正是因此, 他才在北地战场上奋勇直起, 不惜跟岳飞、韩世忠等出身威莫的青壮派一起, 就为了能够针刀针枪干一仗, 用军功来证明自己。 要知道, 当时他可比岳飞和韩世忠等人高了好多级, 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人。 可也正是因为他的敢打敢拼, 终于替自己和父亲赢回了一些名声, 若说北伐之前, 他的官位都是承蒙复音, 那么北伐过后的封赏, 他确实拿得理直气壮。 这也是他能够与新兴踪一道, 被任命为副总管, 领兵来评判的原因。 难得激起的血性, 让他体会到了违江者的使命与艰辛, 他真正融入到了军队之中, 与这些粗鄙低贱的军士们打成了一片。 他刚刚才转变观念, 从高高在上地将台走下来, 与诸多军士心脉相连, 不想再如此冷血, 因为他见过苏木与麾下士兵是如何的融洽, 他见过苏木为了保护自己的军事, 受过多么严重的伤势, 他见过苏木爱自己的军事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 他虽然没有明说, 但苏木一直是他军事路途上的导师, 他从岳飞韩世忠等人的口中, 得知苏木的一切事迹, 他正在让自己努力变得跟苏木一样。 可现在,苏木却又如此的冷血, 如此的不尽人情, 这让他心中的某处彻底地坍塌下来。 让他再也没办法坚信自己的信仰, 那个曾经让他仰望的背影, 在这一瞬间, 彻底崩溃破碎了。 新兴宗伸出手来, 想要将刘光氏拉起, 毕竟两人是军队的主副帅, 当着军事们的面殴打副帅, 会带来多么大的负面情绪, 不消说也该清楚。 然而刘光氏却并未领情, 砸开新兴宗的手, 愤愤地往后走开了。 这也使得新兴宗没办法将苏木的推测, 详细地告知刘光氏, 眼下刘光氏情绪激动, 怕是只能等到大明府城下, 这个误会才能够消除了。 朱军将士也并未见过新兴宗如此果决暴怒, 即便群情激愤, 也只能曹操掩盖了弟兄们的尸体, 而后满怀怨气, 开始了急行军。 他们本就有着一肚子的火气, 在你堂子里头摸爬滚打, 也消耗了不少力气, 可新兴宗却并未让他们歇息, 一路上不断加速, 直到大明府再忘了, 才让他们停下来稍作休整。 毕竟大战在即, 若真让他们以这样的状态投入战斗, 非但无意, 反而有害, 无法从后方袭杀叛军不说, 怕是要折在大明府城下。 平叛大军本以为苏穆和新兴宗会带着他们追杀到叛军的老巢, 替死去的弟兄们报仇血恨, 所以一路上虽然怨气冲天, 但也是卖力行军。 可渐渐地, 他们发现不对劲了, 因为他们正在赶往大明府。 大明府是什么地方? 那是帝国北面的重镇大城, 慢说数万叛军, 便是数万辽人和女真人的大军, 都不一定能够打下来。 既然不是去报仇血恨, 反而到了安全无余的大明府, 军士们就更加暴躁了。 愤怒会让人失去理智, 但也有人一直保持着冷静, 最起码他们的赤后是一直保持着清醒的。 这一路走来, 赤后们早就发现了贼军的踪迹, 十数万贼军带着暴民以及俘虏, 各种牛马和物资, 在路上留下的印记不是一般的明显。 若这些士兵能够冷静下来, 心平气和, 大概也早已发现这一点。 可一个人烦躁之时, 便会看山不是山, 看水不是水, 而且先入为主, 带着情绪看待问题, 只能一夜照目而不见泰山。 苏木这一路都在沉默, 饱受冷眼甚至唾骂, 但他只是默默地承受着, 因为他理解这些军士们的心情, 做出这样的决定来, 他也不好受。 然而新兴宗是知晓内情的, 趁着休整的空当, 便想向流光士等主要指挥们传达一下内幕。 可苏木却及时制止了他, 因为苏木很清楚, 这股怨气已经积攒到了极其恐怖的程度, 便如同满溢的水库, 只要堤坝打开, 给了他们宣泄的出口, 必定是怒海狂潮一般的威势。 他要留着这股怨气, 在面对叛军之时再爆发出来, 如果现在解释清楚, 这股怨气消除了, 面对叛军之时的坚决, 反而会大打折扣。 当流光士在内心深处, 打破对苏木的崇拜之时, 一向对苏木只有敬佩, 而没有崇拜的新兴宗, 却渐渐建立起了对苏木的崇拜。 这种感觉, 只有在他面对老种相公之时, 才会拥有, 即便他的主帅同贯, 在新兴宗的心里仍旧还不够格。 他看着为了大局而隐忍的苏木, 仿佛看着一具年轻的身体里, 住着一个沧桑的灵魂。 苏木这一路走来, 饱受误会, 便是领兵评判出征的当日, 还要受汴京城中那些文人世子的当街羞辱。 然而, 他却仍旧保持着一个军人该有的铁血与大度, 仍旧保持着冷静和理智, 回想起来, 这种坚韧和容忍, 才是为将者最该拥有的品德和才能吧。 经过了短暂的休整之后, 新兴宗下令再度出发, 只是这一次却改变了行军的级别, 进入了临战戒备状态。 而当他们临近大明府之时, 大明府的城头早已失衡遍地血流成河。 在另一个时空, 李刚应该会成为东京保卫战之中的民族英雄, 他会带领着全城百姓, 英勇无畏地死守京师。 在这个时空, 苏木改变了许多, 撬动了历史的杠杆, 使得历史轨迹发生了变化, 女贞大军再也无法南下, 起码目前不会, 所以也不会有东京保卫战。 但李刚却又阴差阳错来到了大明府, 在大明府的城头, 完成了他享誉朝野的壮举。 城下是被扒了个精光的四千多名大燕军士, 或许叛军不断叫嚣着, 这些人都是大燕的禁军, 也有人怀疑, 这些人根本就是叛军随便抓过来冒充的。 但苏瑜和李刚还是一眼, 就看出了真相, 这些俘虏真的是大燕的禁军。 经历过北伐大战洗礼的禁军, 与路边随便抓过来冲树的流民都无法分清的话, 他们也就不用再混下去了。 即便这些人只是被抓来冒充的流民和鸡民, 苏瑜和李刚也不可能铁下心来罔顾他们的生死, 而将他们连同攻城的叛军一同杀死。 不得不说叛军完全脱胎换骨了, 他们非但会耍弄阴谋, 还会玩弄人心, 甚至还抓住了坐镇大名府的是苏瑜和李刚这样的文臣, 而文臣通常都有一个毛病, 那就是将仁义道德挂在嘴边, 爱惜自己的生命更甚于生命。 这也就决定了无论苏瑜还是李刚, 都不可能狠下心来清扫这些俘虏。 也就是说, 他们根本就没办法出城反击, 甚至连主动防御都做不到, 只能被动挨打。 只要将这些俘虏驱赶到城下, 城头上甚至连泪石滚木都不敢丢下来, 漫天的箭雨更不可能随意泼洒。 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叛军将云梯和钩索搭上城头, 只能用守军在城头筑起人墙和防线, 将弓上去的叛军击落。 当然了, 如果他们够胆, 完全可以打开城门, 让守军主动出击, 绕过这些俘虏, 攻击叛军的中军和后军。 可他们敢吗? 只要打开城门, 这些俘虏就会潮水一般涌进去, 到时候慢说守军能不能出来, 便是这城门能不能再度关上还是两说, 到时候叛军涌进去, 大明府也就不用在手了。 李刚和苏瑜从原城县匆匆赶回来, 才发现原来叛军攻打大明府只是一个幌子, 但他们并未因此而放松警惕, 却没想到十几天过后, 叛军果真还是来了。 此时的叛军之中, 中军大旗之下, 张敌高托山和杨天王等一干首领并配而行, 但他们都不敢冒头, 因为在他们的身前, 是一个有些苍老却又高大的身影, 那是袁太。 而袁太的身边, 则是一身朴素老旧灰色袍子的大军尸, 沈青囊。 一想起青棗泥塘里头那数千具尸首, 这些人看向沈青囊的目光, 就变得越发充满了敬畏。 继续给我往上堆。 只要大明府打下来, 准你们掳掠三日。 袁太如是下令道, 原浅 tenga厚了敬畏的领导, 我们在我保证下, 就能做好了吗? 可最热的领导为 忍徒准备 在这些角色成组上表达成这个领导。 比如, 是 我为了 那为主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